影片制作不易 别忘了订阅更按赞哦 第83章 化身马斯科 魔源感知下 劳伦斯城头有十余位隐魔师 威尔不确定 他们是否看到自己杀了罗伯特 心中思虑一番 还是决定前去查探一下 于是立即动身 飞行到了城头 啊 是太上长老 太上长老好 城头一众隐魔师们 看到来人是马斯科的外貌后 顿时行礼道 威尔也不言语 看着低头的众人 瞳孔突然乌光涌现 密法夺魂施展而出 直接笼罩了这十几人 威尔的夺魂 虽然难以控制法师后期以上魔法师的意志 但对这些隐魔师 却是随意掌控的 将在场所有人的意识都翻了一遍 威尔轻虚了口气 原来都没有看清自己和罗伯特 于是解除了夺魂 并开口道 传我命令 召集议会内所有法师中期以上魔法师 到义士堂聚集 我有要事宣布 是 清醒过来的隐魔师们 闻言立即遵令 留下两人继续看守城门后 其余人兵分几路 前往议会不同区域 通知着每一位法师中期以上 按照藏宝阁守卫记忆 威尔来到了马斯科的住所 进门后直接盘腿于床上 接着取出今日所得的三枚空间戒指 开始查看 分别是罗伯特 米凯拉 克尼斯三人的空间戒指 至于马斯科的空间戒指 早已被元素风暴泯灭掉了 将三枚空间戒指依次打开 除了海量的魔晶魔法材料 及一些私人物品 威尔并未找到什么稀奇之物 分门别类 将魔晶和丹药 全部扔至一枚空间戒指中 将魔法材料 也扔进一枚空间戒指 剩余的空间戒指 着装些不认识的事物 以及各种传承魔晶典籍之类 至于那些衣衫之类的私人物品 直接在房间内找了出空地 随手一扔 接着再取出向元丹 吞服下去后开始冥想 准备恢复还未痊愈的些许内伤 转瞬 内伤恢复完毕 威尔回顾起今日的战斗 今日直接杀了七人 分别是刚进莱恩议会遇到的斯凡特 莱恩 然后是马兹 是藏宝阁守卫法师 以及四位术士 间接杀死的 那就更多了 城南法师混战一役 莱恩议会法师 起码因此死了一半 心中感慨着 自己是否滥杀无辜了 但随即自嘲一笑 既想成事 那还顾及那么多做什么 只要不滥杀就行 于是闭上双眼 感悟随之而来的悸动 距离法师中期更近了一步 威尔明了 自己只需再感悟一次 便可突破至术士中期了 睁开眼眼 威尔继续回顾今日之事 原本今日来莱恩议会的初衷是解决马斯科和罗伯特 没想到 竟连米凯拉和科尼斯也顺带解决了 还有因灵机一动获得的三样质宝 实力大大 得到了提升 更因自己的谨慎 最后时刻扮演成了马斯科 连最麻烦的接收莱恩议会 都无缝衔接上了 虽然过程一波三折 自己险些身死 但此次行动 完全称得上大获全胜 收获满满 出乎自己意料 果然 这个世界 还是魔力之上 身为术士的自己 仅一天 便收莱恩议会入囊中了 回想当初 还是法师圆满的自己 收个玛纳议会 竟折腾了三年之久 最终还是突破术士 才得以完成 内心不禁感慨 想到玛纳议会 又想起了丹妮 摇了摇头 将脑中丹妮的身影 暂且放置一边 威尔思考着后续方案 当务之急 是统合罗杰斯家族 莱恩议会 玛纳议会 建立一个新的制度 完美掌控这三方势力 莱恩议会的前车之剑 可不能重蹈覆辙 让外必先安内 只要完全掌控好三方势力 那便可以直接对萨温议会出手 然后在艾格瓦利议会 最后在遥远的梅斯魔法议会 中途再将一些小王国 中小家族全部吸纳 便可以完成大陆一统 建立无上魔法国度 嗯 就叫大秦魔国 想到这 威尔拍了拍脑袋 自己动作太快了 此刻怕是老族长和伊斯 马纳才碰面 还为攻打穷斯魔法议会呢 正总结时 门外响起了动静 威尔估计 莱恩议会法师们 已经集合完毕了 于是打开房门 果然 太上长老 会长和长老们 都已经在伊士堂了 威尔点了点头 随即向伊士堂飞去 太上长老 太上长老 一路上受理不断 威尔进入了伊士堂后 直接坐于主位之上 看着眼前一众 莱恩议会核心成员 一脸悲痛 说道 宣布一件悲痛的事 罗伯特太上长老 今日也惨遭杀害了 什么 怎 怎么会 不 霍夫曼家族为主的 众集团法师 顿时惊慌失措 或脸色苍白 或满脸悲痛 至于莱恩家族法师们 虽然表面悲痛 但窃喜的眼神 却将他们深深出卖了 只有以泰伦 沃特为主的三大一流 家族法师们 无动于衷 静静地立于大唐之中 半想 霍夫曼家族 组长乔福瑞 霍夫曼 才缓缓走出人群 悲痛地问道 太上长老 罗伯特太上长老 是怎么死的 威尔看了他一眼 虽是法师圆满 但白发苍苍 行动迟缓 魔力更是毫无生气 显然受援将近 对于他的问题 威尔早有准备 于是开口说道 之前罗伯特在城北 中法师面前 德文米凯拉 两人遇害之后的 父亲离去 并不是真如他所说的 不再理会你们 而是意识到 凶手还在暗中隐藏 故而以退为境 准备暗中追查凶手 更意料到 凶手必定会返回劳伦斯城 于是在中途等待 结果还真被他猜中 我赶去时 正好看到两人交战 可惜罗伯特既差一差 在我援手之前 便被杀害 虽然最终凶手 已经被我扶诛 但一日之间 我莱恩议会 就损失了三位术士 实在太令人痛心 啊 原来是这样 我真不是人 竟然还埋怨太上长老 一位霍夫曼法师 懊恼地哭喊道 随即众法师 皆痛哭出声 连莱恩家族 与泰伦等人 表面也一副 伤心欲绝的模样 霍夫曼族长 乔福瑞 更是闭上了双目 男男自语道 都怪我们 是我们这些后辈不孝啊 第八十四章 问策 威尔特意等了一会儿 让众人宣泄情绪 察觉火候差不多了 便看着莱恩家族组长 霍夫曼家族组长 泰伦 沃特和两位副会长 开口问道 现在议会内部局势混乱 可以说是群魔乱舞 外界势力也虎视眈眈 该是大力整治的时候了 你们五人可有什么对策 莱恩家族组长文言沉默不语 现在议会之中 只有一位术士 而且还是莱恩家族的术士 越是这个时候 自己越得谨言慎行 否则引起霍夫曼和泰伦 沃特等人不满 即使掌控了莱恩议会 也定然会另行不通 如此一来 便正知不利 至于霍夫曼组长 乔夫锐意识如此 不做回应 毕竟成王败寇 霍夫曼等人没有舒适的支持 胳膊肘拗不过大腿 能不被清算 就谢天谢地了 还妄想对各种莱恩事物插上一手 那真是咸坟头草不够茂盛了 看着两人的反应 威尔心中也有些准数 于是将目光投向泰伦 沃特 打算听听他有什么想法 然而 泰伦 沃特大咧咧的性格 哪里知道该怎么做 只见他转身 看着自己的副手 眼神示意对方传音 给予自己一些指点 可这位副手 哪敢在这时候传音 这不是对太上长老不敬吗 于是只低着头 对泰伦的眼神视而不见 见泰伦这反应 威尔心中白眼一番 这德行 难怪当初霍夫曼家族 会安心推他上位 且莱恩家族还没有意见 摆设傀儡说的就是他 可以想象罗杰斯家族暗中所做的事情 没有暴露出去 是多么的幸运 心中顿时把他放弃了 原本还想给他些权利 以辅助自己 掌控莱恩议会 现在还是拉倒吧 于是 看向另外两位副会长 一位老熟人 自己的记名弟子 鲁迪 霍夫曼 另一位是莱恩家族子弟 莫雷 莱恩 只是一位法师后期 虽然境界没有达到法师圆满 但整个莱恩议会魔法师 对他担任副会长都没有意义 威尔从几位莱恩法师记忆中得知 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天才 年仅35 便已经是法师后期了 资质材质什么都不缺 不谦虚地说 简直是简化版的自己 对于刚才泰伦三人的反应 威尔吸取了经验 这次不等他们自己发言 威尔决定直接命令他们开口 在鲁迪和莫雷之间 考虑了一番 指着莫雷说道 莫雷 你来说说 有什么建议 台下莫雷文言也不惊慌 镇定自若地走出人群 行了一礼后 朗声说道 太上长老 议会之所以发生如今的变故 不仅仅是因为 那位术士凶手的暗中霍乱 最主要的原因是 议会内部的利益争夺 导致了矛盾激发 才令凶手得逞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法师皆惊恶地看着他 话虽如此 但这是能当众宣布的吗 这不是将矛盾摆在明面上吗 以后 霍夫曼家族和莱恩家族之人 该怎么相处 难道莱恩家族看到议会 现在只有一位几方的术士 准备清算了 于是乎 众法师皆盯着威尔 想从威尔的脸上看出 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而威尔却面无表情 对于莫雷所说的话不置可否 只是一起继续说下去 莫雷四得到了鼓励 振奋地说道 如今 议会法师经混战一役实力大损 在追究谁的过错已无意义 当务之即是解决议会内部职位不明 另行不通的问题 威尔诧异 这莫雷才智自己有所认知 但没想到心胸这么宽阔 要知道 法师混战一役 莱恩家族损失的法师更多一些 有些与莫雷更是关心莫密 说难听些 换作自己 可能真做不到不计前嫌 不立即报复都算是好脾气了 而莫雷却这么一句怠骨 要知道 这可是议会议事堂中所说的话 有一众法师作证 今后要是就是再提 重翻旧账 除非莫雷放弃会长之位 不然必将被人诟病 威尔顿时对莫雷大感兴趣 如此表现的他 要么是针对莱恩议会有强烈的感情 要么就是大监似中 相信自己以后可以掌握莱恩议会 所有才如此以退为进 因为莫雷身为莱恩家族之人 自有莱恩家族的支持 加之今日首提不计前嫌 必会获得霍夫曼家族的好感 那便意味着莱恩议会内再无阻碍 议会之职 唾手可得 威尔希望他是第二种 也认为他是第二种 因为这种人 才会不顾脸面左右逢源 相比第一种人 更能诚实 有野心有智力地不怕 因为这是魔法至上的世界 只要修为超不过自己 再折腾也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 至于修为超过自己 威尔到这个世界十一年来的自信 可不是白白培养的 威尔怕的是有野心 但是愚笨的人 这种人未达到自己的目的 往往因小失大 不顾大局 还不如直接换蠢人来 至少只拿打啊 不用担心破坏大局 不再乱想 威尔这次真是鼓励 说道 说得不错 你有什么好想法解决这些难题 不妨说出来听听 只见莫雷深呼吸一口气 似知道自己接下来说的话 会暂时得罪莱恩家族 硬着头皮说道 我建议并极下重要 首先 将议会所有重要职位 全部重新分配 莱恩家族 霍夫曼家族 及各种小家族之人 都统一分配 杜绝一个部门 全是一个家族之人的现象发生 其次 收回各家族私兵之权 将所有私兵护卫 统统交由议会打乱重组 由议会直接控制 再次 免除所有受缘将近 或者修为无法晋升的魔法师 担任议会重要职位 此三点 要是能够做到改变 那议会内部无忧意 说完 莫雷向威尔行了一礼 为自己的跃拳善言请罪 好 不顾在场众法师惊慌的表情 威尔直接出口称赞道 莫雷之策与自己所想极为相似 虽有些许漏洞 但能想到这些 足以证明 其是个真正的人才 而之所以威尔出言赞叹 夸奖的不是他所说的话 而是他这个人 夸他能想到这些的才智 更夸他有胆当众说出来 这得罪的 可不只是莱恩家族 而是整个莱恩议会利益既得者 包括但不限于霍夫曼集团 第85章 杀鸡儆猴 自己竟然想岔了 莫雷竟然是第一种人 大公无私之人 虽然威尔心中不怎么认可 但对这种人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心有猛虎 细袖枪威 即使在奸恶之人 内心深处也有向往善良的地方 更何况威尔并不是大奸大恶之人 虽然第二种人办事效率更高 但第一种人用得更放心 各种取舍 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沉思了下 既然莫雷都有如此勇气 直言必端 那自己怕什么 大不了毁掉整个莱恩议会 凭自己的实力 一个莱恩议会 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看了一眼莫雷 威尔突然灵机一动 开口说道 你很不错 如果将这件事交给你办 你有没有信心 本来威尔决定亲自下场 对莱恩议会大开阔斧 但看到莫雷相对比其他法师后期 近乎年轻一辈的外貌 顿时起了心思 决定锻炼锻炼他 毕竟自己不可能一辈子领导众人 世界那么大 自己还想出去看看 于是决定试试莫雷 能否有资格接自己的班 至于怎么试 莱恩议会的变革 正是最好的事题 我 莫雷文言一愣 随即慌张地开口 但说出一个我字后 便坚定了眼神 大声喊道 我有信心 不错 威尔顿时欣慰大笑 扫射了堂内所有法师们一眼 接着说道 你们对于莫雷主持变革之事 是否有意义 威尔话落 顿时一位莱恩家族的议会长老 走出身位 行了一礼后 舔着脸笑道 太上长老 对于莫雷主持之事 我先不做表态 我想说的是 议会 没有他说的那么乱 没必要进行改革 我相信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顿时 这群利益记得者纷纷点头 包括霍夫曼家族的法师们 威尔看来 一眼发言之人 名叫德克 莱恩 是自己现在身份马斯科的嫡系后代 是马斯科孙子的孙子 平日里 仗着自己的身份 在莱恩议会里 无法无天 而马斯科 也因为他装出来的孝顺 在寿源将近的这几年 享受了一把天伦之乐 虽然对他的行为不做苟童 但也常常包庇于他 此时看到德克出来 威尔内心差点失笑 兴许真的马斯科不会怪罪于他 但自己岂会管他是谁 内心想到 正好缺之机 这机就出来了 不幸自己斩了他会震不住这群猴 于是面无表情向其他法师问道 德克说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这个大家是谁 你们站出来 我认识认识 德克文言一愣 奇怪地看了一眼威尔 心想 今日的祖爷爷 怎么怪怪的 众法师文言 互相间对视了一眼 接着缓缓走出了七人 但这七人出来后 转身向两侧看了看 顿时发觉不好 原本以为大家都这么想 怎么猜我们几个站出来 这七人没想到的是 其他认同德克之言的人 在发觉威尔怪异的提问语气后 皆感觉不对 于是纷纷把心思压在心底 控制自己的双脚不动 决定站在原地静观其变 威尔却看 也不看这七人 只是对泰伦 沃特冷漠地说道 将这七人全部记下来 连同德克 莱恩一起 剥夺所有魔法师福利 剥夺一切意会植物 嫡系三代内 不允许修炼任何魔法 啊 泰伦顿时就是一愣 一旁七人惊恐地瑟瑟发抖 纷纷跪地求饶 德克 莱恩更是连跪带爬 似不敢相信地哭喊道 祖 祖爷爷 我是你嫡系子孙啊 为什么 威尔却站了起来 衣袖一挥 引译罗杰斯右手的外形 议长将其直接轰出了议事堂外 并愤怒道 混账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败类 莱恩议会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还敢问我为什么 简直笑话 泰伦 说完喊了一句泰伦 顿时将本就惊恐的泰伦 吓得一击灵 连忙开口答道 在 将德克连通这七人 全部废除魔法修为 收押至议会大牢之中 我要他们后半生全呆在牢狱之中 好好赎罪 太上长老饶命啊 我再也不敢了 饶我一回 饶我一回啊 是 泰伦连忙硬道 吩咐门外护卫进来 将这七人连通德克 全部收押 本来这些护卫 皆是莱恩家族 或者霍夫曼家族之人 平日里对泰伦都是视而不见 但此时却一个个 恨不得自己多长条腿 争先恐后地 抢着收押这八人 毕竟威尔的态度 他们听得清清楚楚 此时谁敢做出越轨之举 看着众护卫忙里忙外地收押着 威尔却再次坐了下去 面无表情地看着已经跪了一地的法师们 语气清淡地说道 那么 对于莫雷主持一会变革之事 谁还有意见 没有 我们没有意见 任凭太上长老做主 一旁同样跪地的莫雷 莱恩喜极而泣 心中直呼 议会有救了 议会有救了 看着护卫们压接着七人离去 威尔心中鄙夷 本来还想只杀德克这一只鸡 结果随口疑问之下 竟真有七人走出人群 对于这七位搞不清状况的傻缺 再留他们在议会 日后也必定会对莫雷的工作设置阻碍 于是顺手解决掉 如此一来 剩下的必是聪明人 威尔就喜欢聪明人 只有聪明人才会身世夺事 才会在自己的威压下配合自己 配合莫雷 才会在日后 听从表明身份后自己的命令 就好比前世明末的东陵党 有乃救世娘 顿时威尔开了小差 怎么我搞得跟反派一样 不是 我的英雄人设呢 摇了摇头 管他什么英雄 什么反派 过程不重要 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能助自己达到魔法巅峰 途径天下又何妨 突然 威尔感觉背心一凉 一股寒意直冲头顶 瞬间清醒了过来 后背一身冷汗 自己刚才想了什么 什么途径天下又何妨 自己怎么会产生这种念头 威尔顿时后怕不已 难道魔法也有心魔一说 第八十六章 翻阅典籍 幸好这群法师都还跪在地上 没人发现自己的意状 但稍微缓了缓 威尔开口道 好了 都起来吧 等看到众法师 互相搀扶起身之后 威尔继续抬高嗓音道 我话就放在这了 从今天起 不再追究往日你们的过错 你们好好配合 莫雷行变革之事 如若有阻碍莫雷的行为 或者于议会之中 作威作福 做出不利于议会的事 那就休怪我不讲情面 刚才的那八人 就是你们的榜样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威尔点了点头 转头又看着莫雷郑重说道 我赋予你 先掌后奏之权 议会之中 上至会长泰伦 沃特 下至泛夫走足 只要你觉得 有爱变革之人 不必请示我 直接斩杀即可 说到这里 威尔改变了语气 意味深长地说道 不要让我失望 莫雷 莱恩激动不已 信重之情 无以为报 立马大声回道 下属定不会让太上长老失望 威尔点头 再次看了众人一眼 挥了挥手说道 好了 今日就到这里了 我还要闭关 等些没有要事 不要打搅我 都下去吧 是 看着众法师心事重重地离去 威尔也虚了口气 总算将莱恩议会稳定下来了 随即也起身 准备返回马斯科住所休养一下 今日的事情太多了 自己有些疲惫 盘腿于马斯科的床上 威尔准备冥想恢复心神 但却怎么都集中不了心神 脑中一直浮现出刚才在意识堂中自己诡异的一幕 于是暂且停止冥想 回想刚才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情况 好好的自己怎么会产生什么途径天下又何妨的念头 再回想今日发生的事情 难道是因为感悟了特性锋利 又或者是自己实力大涨 以致心境修为跟不上 还是与两者都有关系 威尔不解 决定稍后翻看莱恩藏书找找答案 随后掀开外衣看了背心一眼 心中庆幸不已 这背心今日可是救了自己两回 第一回阻挡了大部分马斯科自爆的伤害 第二回就是刚才那种异样 姑且称之为心魔的发作 联想起罗伯特战斗之时喊出的清新二字 威尔顿时鸣雾 原来就是这件背心的名字 真是贴切啊 既然无法冥想 那就去藏经堂翻翻资料 威尔起身对门外喊道 来人 送我至藏经堂 门外护卫立即回应 是 属下这就去安排坐年 太上长老您稍等 不是威尔白浦 而是刚才飞回来的时候 背心一直发凉 想起心魔的发作 威尔决定 在没弄明白这个问题前 尽量少使用魔源 况且坐碾出行 是马斯科的常态 毕竟马斯科受缘不久了 平日里能不动用魔源就不动用 威尔此前有些疏忽了 坐于坐碾之中 感受这坐碾慢腾腾的行径 威尔有一种异样之感 自修炼魔力之后 威尔无论行走还是做什么事 都离不开风元素的使用 故而 速度比寻常普通人 快是应有之意 平常并未有什么感觉 但此时没有动用魔源 加之又坐在如前世轿子一般的坐碾之上 慢腾腾的行径 与以往的迅速 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令威尔不由自主的 想追寻速度的真谛 隐隐间触碰到了 风系的另一种特性 速度 太上长老 藏经堂道了 正在这时 一位护卫的声音响起 被打断的威尔 顿时产生一股无名之火 但随即背心一凉 威尔清醒了过来 这护卫 也是无心之师 回龙心神 威尔起身离开坐碾 看到现在已经天黑 想到不知道要查阅多久 便对几位护卫说道 你们回去吧 不用等我了 便独自走进藏经堂 太上长老好 挥手示意其他人各行各事 威尔向藏经堂主侍长老下令道 将所有有关心境的典籍送到雅间来 我要查证一些东西 是 这位法师立即应道 藏经堂只有一间雅间 只供议会会长或者太上长老们翻阅资料使用 如今整个议会只有威尔一人是太上长老 威尔既然过来了 那自然归威尔使用 坐在雅间中 威尔喝着茶细细回味刚才感悟所得 可惜了 差点就入门速度特征了 突然又想到来这里的初衷 心魔 刚才感悟特性速度 并未引起背心的反应 那岂不是表明心魔与特性风力无关了 也是 领悟风力时 风力也是一种心性 因此 特性风力不但与心魔的产生没有关系 甚至是抑制心魔的一种手段 或许没有风力的话 心魔早就爆发了 在联想风力 只是今日才领悟 那心魔的滋生 必定是在领悟风力后 再到一世堂之间的事 因为如果更早就滋生了 那没有风力和背心 清新情况下的自己 必定有什么异状 然而在这之前 自己并无一样 不过 既然到了这里 那便先查查资料 以免自己想岔了 整整过了一刻钟 藏金堂长老才走了进来 只见其弟弟威尔一枚空间戒指说道 太上长老 因为心境相关资料点击实在太多了 雅间放不下来 所以我们将其放置在这枚空间戒指中 您随意观看即可 威尔接过了空间戒指 点头回应道 有心了 那下属先告退了 有事您吩咐一声 我立马赶到 这位长老舔着脸说道 也难怪其如此小心翼翼 高高在上的马斯科 平日里这些法师便难得一见 加之今日议事堂中发生的事传了出来 自然更加畏惧 挥手示意对方赶紧离开 威尔将注意力放在了这枚空间戒指上 魔猿一动 随意从内取了一颗流影魔精 直接观看了起来 转瞬间 这颗魔精看完 威尔没有一点收获 这仅是一个有关心境的预言故事 通篇只提到心境两个字 至于心境是什么 并没有诉说 于是再取出一颗流影魔精 潜心观看了起来 第87章 魔剑破尘 天际以微露蛋白 威尔将手中流影魔精看完 放入了自己特意腾出来的一枚空间戒指中 接着按老样子 魔猿探入藏经阁长老所给的那枚空间戒指 准备接着取出一颗流影魔精观看 但入手就是一空 原来全部看完了 魔猿向雅间外延伸探测 威尔晃觉 竟然看了整整一页了 其实看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威尔就得到了答案 但是也对心境产生了乐趣 于是继续看下去 没想到整整看了一页 事情很简单 这就是心魔 而且就是叫心魔 但问题是 心魔常规状态下 根本不会出现在数世前期的威尔身上 据好几本古籍上的描述 那是圣域圆满才会出现的情况 此前境界的魔猿强度 根本不足以滋生心魔 哪怕是最小最弱的心魔 而之所以威尔会在此时出现心魔 归根结底 还是宝剑 破尘的原因 威尔自身完全没有问题 破尘 背心和极品传承魔精 都是莱恩议会先祖 从一秘境之中得来 极品传承魔精 被莱恩议会之人误认为是 控制普通魔法元素的传承 背心清新它们使用时 只有被动防御的效果 并不会主动防御 唯一的作用是 穿戴之时 头脑更清醒 即便如此 也足以列为宝物了 而莱恩树式不轻身穿戴 只放置于藏宝阁中的原因是 穿戴清新时 虽能保持头脑清醒 但时间长久之下 不仅肉身会被吸收分解 膜原量也会缓缓下降 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 威尔很是诧异 因为自己穿戴清新时 肉身并无异样 而且还体质还在有缓慢提升 更会主动防御 认真思考了下自己 与普通术士的区别 威尔猜测 问题可能出现在元素特性上 而清新是吸收特性能量的 也唯有如此 可以提升醒脑 并且增强肉身 至于其他术士 因为没有掌控特性 能量无来源的清新 只能退而求其次 究竟吸收肉体晶圆和魔圆了 所以自己才安然无恙 而莱恩先被树士们 将其树枝高阁 三者之中 他们记录最少的 还是破尘 只有一颗随三宝 一起出土的流影魔精 有所记载 流影魔精中说到这是一柄魔剑 来历久远 不可考察 自出现时 每杀一人 威力便增强一分 长年累月下来 威力极其惊人 其内杀器 竟如圣域圆满魔法师一般 形成了魔念 唯一庆幸的是 这魔念不能自主攻击 只能影响佩剑之人 否则拥有圣域威能的他 必将给大陆众生 带来难以想象的劫难 更记载着每一任职友之人 最后都以途径亲友 悔恨自杀而死 魔精中甚至有几目 历来剑主自杀前的影像 惨烈至极 无疑不警告着后人 不要对他心存侥幸 威尔观看之时 内心也直抽搐 后怕不已 也难怪莱恩术师们不敢使用 当时威尔 就想将破尘丢弃 但魔精末尾却记录到 凡用破尘见过血的魔法师 除非生死 不然这一生都摆脱不了他 威尔不相信 自己这时不是也没拿着他 只是扔在空间戒指中吗 但转念又突然想起 当时马斯科自报后 自己追逐罗伯特的时候 如此紧要关头 自己全神贯注追逐之下 竟然会注意到 插在地坑之中的破尘 并毫不思索 停顿了下 将之取回 这并不是自己平日里的作风 以自己的实力 不需要破尘 也能杀得了罗伯特 没有必要停下来取剑再追 当时最急迫的 可是追上罗伯特 顿时明了 当时就已经被破尘赖上了 心中对他更加忌讳陌生 没有其他办法的威尔 也只有少用或者不用破尘 以免接触过多 受其影响 以致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也正因为如 此 威尔才对心境心魔之说大起兴致 翻看了莱恩议会所有相关典籍 最终得到一个总结 要想完全掌控破尘 不受其内磨念的影响 唯有达至比 圣域更高的魔法境界 对此 威尔信心大涨 能解决问题就好 不就是比圣域更高的境界吗 自己只要掌控了整个大陆 以整个大陆的魔法资源供给自己 自己就不相信 凭自己的天赋 达不到圣域之上的境界 抬起头再次看了看天时 威尔将破尘之势压在心底 既然心魔是因破尘影响 那自己不动用 破尘就行了 没必要连魔源也不动 相反 还要多多运转修炼魔源 以尽快提升修为 达至圣域之上的境界 心中有了决定后 威尔想起了琼斯魔法议会 虽然老族长布鲁特说自己的实力 足以灭亡琼斯议会 威尔也相信他 但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万一遇上突发状况 那大好局面可就破坏了 于是乎 威尔决定前往琼斯议会看看 以防万一 不过有些事还需要交代一下 运转魔源 威尔找到了威威安 汉默 和胡安三人 随即身形一转 准备前往告知他们一声 顺便令三人注意莫雷 莱恩的言行 从他身上学些处事方法 以便日后有足够的才华协助自己 但非至一半 威尔却将在了原地 心中突然想起 威威安和汉默两人的师父 命丧自己手中 自己如此前往 岂不是将这些事都告诉了他们吗 他们会不会心存芥蒂 威尔不敢肯定 细细思考了番 决定放弃通知三人 顺其自然 自己虽然不在意两人的态度 但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糊里糊涂 才能客客气气 没必要点破 于是转换方向 威尔决定去找自己的记名弟子 鲁迪 霍夫曼 比其莫雷大公无私的形象 鲁迪可谓完完全全的真小人形象 虽然当时有自己的夺婚影响 但身为法师圆满的他 不顾脸面下跪拜自己为师 可见其自私自利的性格 难以抑制 对于他 威尔就无需瞻前顾后了 只要自己表明了身份 身具四条数是性命的自己 必将他让他服服帖帖 为自己的命令 是从 不敢起任何一心 第八十八章 鲁迪崩溃 来到了鲁迪住所外 威尔隐藏了自身气息 看到鲁迪正在冥想 威尔决定试探试探他 看看当初拜师是否真心 或者现在心态有没有变化 于是夺魂再起 一股诡异波纹将鲁迪头颅笼罩住 顿时鲁迪终止了冥想 张开了双眼 在其自身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双眼影线阵阵黑芒 门外的威尔心念一动 只见鲁迪缓缓皱眉 喃喃自语起来 鲁迪 没想到刚回到议会 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罗伯特及令两位太上长老都生死了 现在我就难做了 难道真要投靠莫雷? 莱恩 可是这样的话 莫雷定会让我主动交权 给其他霍夫曼等法师做表率 可我舍不得啊 但是不投靠 他也必定先拿我开刀 以前的自己 或许可以不将其放在眼里 可是现在有那天天说要死 却还不死的马斯科在 自己还敢吗? 不敢 唉 看来只能如此了 话说便宜师傅 怎么还不联系我 是不是也有什么变故 门外偷听的威尔眉头一挑 便宜师傅 啊 果然不可信任 随即继续听着 当时自己怎么会昏头拜师 哼 既然说什么 暂且答应收我做记名弟子 也不开看看 你的黄口小儿 你配吗? 不过当时情况有些诡异 自己怎么就信了那黄口小儿所说 要为其联络霍夫曼家族 难道我中了什么秘术? 很有可能 毕竟这黄口小儿是术士 无声无息间 令自己中招 也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 门外的威尔脸色一沉 幸好自己不放心 提前来了莱恩议会 不然将坏了大事 看来以后不能对夺魂的效果太过深信 不然总有一天 自己会阴沟里翻船 只能辅助用用 除非像布莱克家族 控制那所谓的圣兽一样 永久付出自己的一部分心神 但心神对魔法师的重要性 令自己不敢胡来 镇定念头 准备听听 这匿途接下来还会说些什么 不过以现在的霍夫曼家族情况 联合罗杰斯家族也不是不可以 至少情势不会比现在更恶劣 或许等罗杰斯家族来信 可以商谈一下 门外威尔失效 现在的霍夫曼家族 还有资格和罗杰斯家族合作吗 没有术士的存在 能让你们加入 已是很给面了 思虑着没什么好了解的了 威尔解除了夺魂 直接现身 破门而入 碰 大门应声而开 迷茫的鲁迪顿时清醒了过来 但看到了马斯科的身影 顿时就是一惊 再联想自己刚才莫名其妙的喃喃自语 更是亡魂接茂 连忙跪地求饶 哭喊道 太上长老 您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威尔鄙夷一笑 问道 哦 那是怎样的 鲁迪连忙磕了几头 用镜之大 额头顿时破皮流血 抬起满脸血污的头颅 哭喊地解释道 是 是威尔 罗杰斯 对 都是威尔 罗杰斯 是他对我施加了迷魂之术 我 我才会口不择言啊 说着连跪带爬 爬到了威尔脚边 抱住威尔小腿 接着哭道 我对您可是万分敬仰 换作平时 决定不会说这些混账之言 都怪威尔 罗杰斯 太上长老您不知道啊 他是术士 一位24岁的术士 野心之大 绝不能留他性命 否则莱恩亦会威夷啊 真的 您要相信我 饶我一回啊 看着脚边毫无人样的鲁迪 威尔无一丝同情之心 这种小人 他能将对他的怜悯化作武器 反过来捅你一刀 左腿一震 直接将鲁迪震飞出去 看着立马转身再次跪下磕头的鲁迪 威尔解除了半眼 语气森然道 是吗 那你抬起头 看看我是谁 鲁迪文言 立即抬头 但鲜血模糊了双眼 连忙挥袖擦拭 待双眼清晰后 复看威尔 顿时三魂去了七魄 连挂下来的鼻涕丝 都忘了擦拭 只愣愣地盯着威尔 威尔却是再次轻蔑一笑 轻声问道 看清楚了吗 轻柔的五个字音 犹如追魂之音一般 令呆愣的鲁迪反应了过来 立马重新趴在了地上 再次磕起头来 速度较之前更快了几分 显然之前他心中 还留存几分侥幸之心 以为将威尔的事情说出 能令马斯科放自己一马 只见鲁迪边刻边哭喊着 师父啊 饶命啊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显然知道解释已经无用 鲁迪只是一味地求饶着 威尔却兴致大起 戏虐道 不是黄口小吗 怎么又称师父了 鲁迪也不回答 仍然边刻边哭喊 师父饶命啊 师父饶命啊 顿感无趣 威尔挥了挥手 说道 好了 不要你的命 但鲁迪好似没有听清 只是继续磕头道 师父饶命 师父饶命啊 无奈一笑 显然自己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禁令其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小心思 不过想想也是 换谁是鲁迪 都会认为自己性命难保 于是直接将其先妃 阻止他继续磕头 并大声开口道 好了 我说不取你性命 正欲富贵的鲁迪愣了一下 待反应过来后 立马又磕了两剂头 也不起身 拿衣袖胡乱擦拭了把脸 激动地说道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看着仍然跪在地上的鲁迪 威尔也任由他 只是再次变化为马斯科 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看到我就是马斯科 那你也应该意识到 莱恩议会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了吧 鲁迪文言一愣 联想到议会昨日发生的种种变化 顿时大惊失色 说道 是你 威尔看到鲁迪反应过来 直接打断道 不错 就是我 是我杀了你莱恩议会四位术士 更令莱恩议会折损尽办法师 也是我 令莫雷 莱恩 变革莱恩议会 我之所以饶你一命 并告诉你这些 是想让你知道 我一人就可以屠灭你莱恩议会 得罪了我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能保得住你吗 所以 你现在知道 该怎么做了吗 第八十九章 琼斯灭亡 鲁迪真是不敢置信 但眼前又出现的马斯科形象 无不告诉他 威尔所言全部属实 顿感人生一片昏暗 知道自己再逃不出威尔的手掌 于是任命地说道 我知道 我一定会扶走莫雷 不对 我一定会帮助罗杰斯家族 掌控莱恩议会 对 与聪明人对话就是简单 不用起头 对方就知道怎么做了 威尔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看到鲁迪一副昏暗的表情 眉头又是一皱 可不能让他在这种状态下行事 不然做事不尽心 于是开口说道 你要知道 没有我 你在莱恩议会 也是举步为奸 而加入我罗杰斯家族 却能得到重用 甚至来日达至述事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就别摆着这一副臭脸了 你难道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鲁迪文言一愣 是啊 自己的处境 还能更差吗 加入罗杰斯家族 也不是坏事啊 相反 正如威尔所言 这可是好事啊 罗杰斯家族崛起已势不可挡 此时不上车 那就晚了 顿时破题微笑 舔着脸说道 多谢师傅赏识 我一定尽心尽力 说完还似模像样的 重重拍了拍胸口 看到鲁迪重新振作 威尔点了点头 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好好办事 我去闭关了 没什么事不要联系完 说完 身影便消失不见 风元素掌控越发熟练的威尔 神出鬼没 看着眼前一花 威尔人就不见了的鲁迪 大惊失色 好快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顿时将所有小心思 藏进内心深处 这边离开的威尔 先是回到马斯科住处 向众护卫下达了自己要闭关 不见任何人的命令 便直接潜出莱恩议会 直飞琼斯帝国 飞行途中的威尔突然感慨 自己这几天可真是够忙的 先是突破术士 再收马那魔法议会 接着又制服莱恩魔法议会 现在又要去剿灭琼斯魔法议会 仅这几天经历的重大事件 便比一般魔法师一辈子经历的都要多 心想剿灭完琼斯魔法议会之后 自己一定要休息一段时间 沉淀一下这几日所得 而且要准备接手马那魔法议会 和莱恩魔法议会 这些可都是要事 虽然不难 但特别繁琐 幸好罗杰斯家族有足够的人手 足以吃下这两大议会 思绪回转 威尔将注意力放在了下方急速掠过的风景 不同莱恩帝国以山川树林为主的地貌 琼斯帝国在威尔眼中犹如泽国 一路飞行而来 江河水流至少看见几十条了 感受到浓密的水系元素 威尔有些奇怪 为什么以火系出名的琼斯魔法议会会 选址在这片区域 难道是因为在火系前期受水系压制的状态下 根基会更加扎实 不过想到了欧麦 琼斯的水体术 威尔觉得火系可能是用来遮掩耳目 琼斯的水系魔法更加突出 可是据莱恩议会的典籍记载 琼斯历代数世 只有欧麦这一位水系啊 其他皆是火系 这就有些奇怪了 难道这么久的时光 琼斯就没有出现一位除火系 水系外的其他系别天才吗 这几乎不合理 如果是家族的话 可能因为血脉缘故 只出现一种或者两种魔法系别 但一个议会的系别 怎么可能那么单一呢 威尔决定到时 侦查一下琼斯低阶魔法师的系别数量 如果低价魔法师中火系也是占大部分 那可能与地域有关 如果与其他地区一样 火系占四分之一的话 那定是琼斯议会有什么隐秘 不然不可能几百年来 只有火系魔法师晋级为术士 而其他系别只有一位水系 难道只因为火系魔法出名 所以琼斯魔法议会将魔法资源 都倾斜给火系魔法师 不顾他系魔法师吗? 威尔有些不解 求知欲望旺盛的他 立即加快飞行速度 布鲁特 还没有找到马丁、琼斯的踪迹吗? 立于琼斯议会废墟上空 伊斯 马娜向布鲁特、罗杰斯问道 布鲁特文言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 不过也没有关系 马丁、琼斯被我伤到了摩丹 即便带着逃出生天 也没有几天可活 伊斯点头 不过又皱眉道 马丁不重要 重要的是 被他带走的艾西亚、琼斯 没想到琼斯魔法议会 也有一位超品、清和力 对我们来说他 逃出去了 才是真正的麻烦 布鲁特也一脸严肃 不过随即又展颜笑道 不要紧 只是超品、清和力而已 我罗杰斯家族也有两位 况且 就算他天纵奇才 比超品、清和力还厉害 可是还能厉害得过威尔吗? 伊斯一愣 随即也笑道 是啊 还能比得过威尔吗? 话虽这么说 但伊斯吃醋不已 威尔怎么不出生在我马那家族中呢? 正感慨间 现任罗杰斯族长杰森 率领一队护卫上前 向两人行了一礼 说道 太上长老 伊斯大人 已经完全掌控琼斯议会了 下一步该怎么做? 布鲁特看了伊斯一眼 征求意见 伊斯摇了摇头说道 我马那议会人手不足 你们看着办吧 布鲁特点了点头 两家已经联姻 无需客气 便转身对杰森说道 命惜曼多 莱曼率领家族三分之一隐魔师 由他全权负责琼斯帝国俗悟之事 务必掌控住每一寸土地 至于琼斯魔法议会 由你来负责 留下三分之一法师 听你号令 派人去通知沃特家族 巴尔蒂家族 于三天后 在巴拉干城集结 说到这里 布鲁特停下来 想了一下 又接着道 你再去通知圣余隐魔师 法师做好准备 稍后与我一起 出征莱恩议会 身旁伊斯文言 难难道 也不知道威尔在那边怎样了 布鲁特文言却轻松一笑 不用担心他 只有他祸害别人 别人哪能威胁到他 显然 从伊斯口中了解了威尔在马那议会的所作所为后 连布鲁特也为威尔的阴险吃惊不已 伊斯文言无奈一笑 也确实 自己不也着了威尔的道吗 第九十章 声明确起 威尔不知道的是 虽然其在孤独得非至琼斯帝国 但整个大陆的魔法师 上至术士 下至未入门的凡人 凡是与魔法有所接触的人 都在谈论他 消息先是从马那议会传出 紧接着莱恩帝国南部周域 萨温帝国 艾格瓦利帝国同时传出 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连遥远西方的摩斯帝国都有所耳闻 莱恩帝国南部周域的罗杰斯家族 再一次名震四方 令所有魔法师都费解不已 这罗杰斯家族 到底有何福源 除了两位超品亲和力不说 现在还有一位这般耀眼的天才 威尔 罗杰斯 二十四岁的术士 这是何等的天宗奇才 罗杰斯家族隐藏得太深了 萨温魔法议会有两位术士 此刻皆在议事堂中面沉如水 片刻 其中一位术士中期说道 来人 去罗杰斯家族暗查一下 威尔 罗杰斯是怎样的人 是 不止萨温魔法议会 几乎所有魔法势力 都潜派人员暗中调查威尔的过往 这么年轻的术士 没有哪一方势力不重视 夜晚 莱恩魔法议会 收到消息的莫雷、莱恩、泰伦、沃特、鲁迪、霍夫曼等 新一批议会权贵齐聚一堂 不同于泰伦 鲁迪两人早已知晓大致状况 刚得到消息的莫雷 郑重开口就道 罗杰斯家族 竟然隐藏这么说 如今我们莱恩议会实力大损 你们说说 现在该以什么方式 对待罗杰斯家族 鲁迪内心窃笑 你都是威尔的人了 还想着对付他 不过自己 也要为正式出点力 不能让威尔决定自己出功不出力 于是想了下说道 以罗杰斯家族的实力 我们现在千万不能针对他 相反还要尽力拉拢 嗯 我觉得 可以加大威威安和汉默两人的魔法资源供给 还要撤回南部周域的监视人员 以示诚意 莫雷点点头 至于名义上的会长 泰伦沃特的意见就不用听了 准没什么好意见 正准备开口答应 意识堂外突然一阵骚动 便皱眉的对身后护卫吩咐道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如此喧哗 你去给我看看 是 护卫应声而去后 莫雷继续刚才的话题 继续说道 这是权宜之计 之后该如何做 还有这威尔 罗杰斯是怎样的人 你们了解吗 泰伦和鲁迪摇了摇头 撇清了自己和罗杰斯家族的关系 毕竟未到坦白的时候 莫雷失望 正纠结时 一位莱恩家族法师走出身位 行了一礼之后说道 启禀副会长 此前因为罗杰斯家族 连法师圆满也没有 所有我们并未过多关注 但有一人 对于罗杰斯家族之事最为熟悉 便是杰纳 莱恩 只是他 莫雷明白他的意思 杰纳 莱恩因统帅失策 现在被押在议会大牢中 也确实 他是最熟悉罗杰斯家族的人 毕竟 此前莱恩议会之所以针对罗杰斯家族 都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 不过现在议会内部趋向稳定 是不是可以将他释放出来呢 莫雷决定问问重法师的意见 正准备开口时 刚才身后的护卫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莫雷眉头一皱 连续两次开口被打断 心中顿时起火 议会现在这么没规矩吗 于是愤怒道 怎么回事 慌慌张张地成何体统 护卫被赫生吓了一跳 大腿顿时一软 跪倒在地 权增人士 掌握大权的莫雷 给人的压力较以往增强了不知多少倍 只见护卫慌乱地说 门 门外动静 是因为负责监视罗杰斯家族 和马纳议会的议会成员们 带来的消息太过震撼才引发的 莫雷压下怒气 严肃地问道 什么消息 据 据查罗杰斯家族和马纳家族 于昨日凌晨 共同出兵 征讨琼斯魔法议会 这位护卫擦了下额前冷汗 回答道 什么 一众法师们 顿时议会纷纷 琼斯魔法议会 可是有三位术士 常年来于莱恩议会为敌 仅凭罗杰斯家族的威尔这一位术士 即使加上马纳议会 应该也不会是琼斯魔法议会的对手吧 怎么会去攻打琼斯魔法议会呢 其中莫非还有什么隐秘不成 莫雷在听到消息的一瞬间 就意识到不好 锦罗杰斯家族就出乎自己意料的强了 现在还联合上马纳议会 加之两者敢主动进攻琼斯魔法议会 那意味着 他们自信比琼斯魔法议会强 而且不止强一点 可是琼斯魔法议会 比之原来的莱恩议会 也不相差多少 他们哪来的自信 他们获胜后 是否会对我莱恩议会出手呢 看着眼前刚被自己几乎全部置换的 一众议会高层 莫雷第一次觉得 才华比品性更重要 虽然都值得信任 但不得不承认 能力比原先腐朽的那批议会高层要差许多 毕竟那些人都是在斗争中脱颖而出的 虽然品性都有问题 但不能否认他们的才智 但是没办法 招令怎么可以吸改 也只能先用着他们 于是想了想问道 琼斯那边议会的线人 有没有消息传过来 负责各魔法议会线人的法师 文言尴尬地摇了摇头 他才尚未一天 工作未交接 许多事都不清楚 对于普通人来说 三十余岁已经步入中年了 但对魔法师来说 三十余岁 即可以认为未成年 更不用说三十五岁的法师后期 基本从懂事开始就在修炼的莫雷 莱恩即使智慧在身 阅历尚浅的他 遇到眼前内忧外患的莱恩议会 也一时一筹莫展 毫无头绪 在看到负责琼斯议会的法师摇头后 也只能询问眼前的一众新议会高层 在于开口时 议事堂外又一阵骚乱 正所谓可一可二不可三 三次被打断思绪的莫雷再忍耐不了 开口就是一顿喷吐 愤怒地道 还有没有点礼节 现在莱恩议会都是这么行事的吗 啊 然而未等在场法师们回应 只见一位议会护卫 慌张地破门而入 脚步错乱之下 甚至摔了一跤 然而这护卫竟不等起身 只连滚带爬地向莫雷方向前进 更边滚边说道 会长们 长老们 大事不好了 琼斯议会已于今日五十 被罗杰斯家族和马纳议会覆灭了 第九十一章 莱恩高层动乱 莫雷等人还未反应过来 又有几人冲了进来 爆 东部周域沃特家族不正常极简 爆 西部周域巴尔地家族正向中部周域行军 爆 南部周域所有魔法师齐聚罗杰斯家族 一连串的消息 直接令众人听猛了 虽然心底料到 莱恩议会发生动乱后 会被国内一流魔法家族反扑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片刻 义士堂内外皆轩然大波 议论纷纷 每一位法师都满脸恐慌 一些小家族甚至做好收拾戏软 连夜出逃的准备了 也不怪他们做出这种决定 毕竟莱恩议会现在实力大损 虽然还有数世中七德马斯科在 但年岁毕竟太大 这两日更是大量动用了魔源 说难听些 就是现在说马斯科已经归天 他们也不会感觉意外 看到眼前的这片场景 莫雷整个人恍惚了一下 太棘手了 自己毫无对策 内心对马斯科的厚望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愧疚情绪 但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莫雷强自振作精神 开口向慌乱的重法师吼道 宿静 你们看看你们自己 现在是什么模样 对得起身处的职位 对得去太上长老的厚望吗 众人闻言立即安静了下来 但眼中的慌乱却没有停歇 其中最尴尬的是以泰伦 沃特为主的一众中立派系 这群人皆是除中部州域外的魔法师 其中沃特和巴尔蒂家族占了近一半 甚至还有几位罗杰斯家族成员 此刻听闻自己的家族起兵 自然尴尬不已 虽然埋怨家族没有提前通知自己等人 但此时得做出决断了 否则自己这批人必定性命难保 趁众人还未反应之际 泰伦的副手法师立即上前 对泰伦提尔传言道 会长 我们现在怎么做 逃还是直接在这里动手 快做决断 再晚来不及了 泰伦再大大咧咧 文言也立即反应过来了 事情紧急 眼神扫射了全场 只有鲁迪和自己是法师圆满 可以一搏 眼中从来没有逃跑二字的泰伦 立即向中立一方法师们传言道 事态紧急 立即挟持莫雷 莱恩 干他娘的 杀 话音刚落 泰伦立即扑向莫雷 莱恩 可怜莫雷正一筹莫展 猝不及防之下 连反抗都没有 直接被泰伦手中的大刀架到脖子上 只见泰伦瞪大双眼 对上摸不清状况的其他两部分法师们怒吼道 如今敌我分明 都给我退开 我不想杀你们 快住手 别忘了 议会还有太上长老 你不要命了 反应过来的莱恩家族和霍夫曼家族法师们 立即取出武器 对峙着泰伦 场面顿时激化 一旁鲁迪反应了过来 是啊 泰伦他们现在肯定心向家族 不过 那岂不是自己人了 于是立马开口 对霍夫曼家族等人传言道 霍夫曼家族所属 我已暗中联合罗杰斯家族了 此事太上长老马斯克也知道 听我号令 立即制服莱恩家族法师 事后再与你们详说 说完立即扑上莱恩家族 在场的两位法师后期 霍夫曼一方法师们 闻言顿时一惊 不过族长以及族老们 已经被莫雷罢免了 此时此刻 只有鲁迪的身份最高 虽然心中纠结 但看鲁迪率先动手后 便纷纷展开行动 喂 你们干嘛 怎么回事 你们为什么绑我 不好 霍夫曼等人也叛变了 电光火势之间 朱伊利全在泰伦等人身上的 莱恩家族法师 瞬间被鲁迪等人偷袭制服 被挟持的莫雷瞪大了双眼 似不相信眼前所见 愤怒地说道 鲁迪 你在干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 不要说莫雷和莱恩一方惊恐不已 连泰伦一方人员 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是什么操作 看到众人押服了莱恩家族法师后 鲁迪松了一口气 对泰伦说道 自己人 我是威尔 罗杰斯的人 泰伦文言一惊 按道罗杰斯家族形势可真厉害 随即开怀大笑道 哈哈 如此一来 便可以兵不认邪地掌控莱恩议会了 霍夫曼家族法师互相对视 是 惊异不定 到底怎么回事 莫雷和莱恩家族法师们皆愤怒不已 莫雷更是不顾自己泰伦手中大刀 向其一部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们可别忘了 太上长老还在呢 吓得泰伦连忙将刀收回一些 即便如此 莫雷脖梗 还是出现了一道血线 幸好伤口不深 没有划破气管 但莫雷的这种蜂魔状态 还是令在场包括泰伦愣在了当场 是啊 虽然太上长老一副快要死的模样 但毕竟还活着 顿时 霍夫曼家族法师们惊恐不已 而莱恩家族法师们皆大笑起来 纷纷开口说道 你们死定了 快放了我们 看着眼前形势又即将发生变化 鲁迪着急不已 自己当然知道 已经没有什么马斯科的存在了 但又不知道威尔的具体计划 自己不敢胡乱主张 万一将马斯科就是威尔的事实说出来 误了威尔的大事 那就糟糕了 大长老 到底怎么回事 正当鲁迪明思苦想之际 一位不堪压力的霍夫曼家族法师 开口向其问道 哎 死就死吧 眼前这一关过了再说 鲁迪眼界一闭 腹又快速睁开 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开口大声道 哪来的太上长老 现在的太上长老 是威尔 罗杰斯变化的 马斯科早已经和罗伯特先祖一样 被威尔 罗杰斯杀了 不吐不快 一旦开始吐露实情 鲁迪畅快无比 哈哈大笑一声 不顾大厅众人的惊恶 伸手指着莫雷说道 你还傻乎乎的说什么 马斯科太上长老 要知道他可是威尔 罗杰斯啊 哈哈 没想到吧 对你寄予厚望的 竟然是莱恩一辉目前最大的敌人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 莫雷顿时瞪大了双眼 心中对马斯科尊重至极的他 文言怒急而笑道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想拐骗霍夫曼家族法师 也不用变如此瞎话 第九十二章 罗杰斯起兵 但鲁迪四封了班 对于莫雷的嘲讽毫不放在眼里 只哈哈大笑道 你们这群无知之人 怎么会想象到 威尔 罗杰斯的实力 是他令我们法师自相残杀 是他先杀了凯米拉和科尼斯两位太上长老 后又杀了罗伯特和马斯科两位数十中期 接着变化成马斯科的样子 对莱恩议会发动了变革 你们能坐在这里 全是因为他 哈 莫雷文言大腿一软 整个人 像倒退了几步 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整个人神情恍惚了 直到 不可能 不可能 但心底深处 却已经相信了鲁迪所说的话 否则无法解释 马斯科突然性情大变 对自己原先钟爱的后裔得克 莱恩 出手无情 不会好端端的重要自己 等等举措 也只有他不是马斯科才能解释 可恨自己还以为议会振兴有望 没想到 却已步入深渊 那自己现在算什么 莱恩议会掌权者 那岂不是应该为莱恩议会鞠躬尽瘁吗 可是自己的权力却是威尔 罗杰斯所赐 那该怎么做 莫雷整个人迷茫了 夜已深 威尔也飞进了琼斯帝国都城 眼前的废墟清晰地表明 琼斯魔法议会已经覆灭 心中也松了口气 魔员感知到了布鲁特等人所在的位置 立即向他们飞去 杰森 琼斯议会控制得怎样了 琼斯议会议室堂中 坐于上席的布鲁特 开口问道 些许顽固抵抗的已经全部杀出 近七成的魔法师选择投降 其他基本都逃掉了 布鲁特点点头 继续说道 逃走的就不用管了 投降的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杰森道 只能暂时收押 如果全部坑杀有些可惜 毕竟 如果要掌控整个莱恩议会 凭我们的人手有些捉襟见肘 布鲁特正欲回答 突然神情一动 对一旁的伊斯笑道 我们的祸害回来了 伊斯文言也忍俊不惊 两人都感应到了威尔的气息 果然 只见一阵微风入堂 威尔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杰森被突然出现的身形吓了一条 但手中拿起武器才发现是威尔 顿时松了口气地埋怨道 怎么神出鬼没的 吓我一跳 哈哈 院长爷爷 这不是想给你们的惊喜吗 威尔听到埋怨 哈哈一笑道 一旁布鲁特无奈一笑 随即开口道 莱恩议会一行怎么样 现在他们是什么情况 威尔微笑 自得地说道 莱恩议会已经名存实亡 随时可以去接收了 就等你们腾出人手了 伊斯与布鲁特一惊 异口同声地问道 怎么说 威尔哈哈大笑 开口说道 这要得 从我进入莱恩议会 变化成一位法师中期开始说起 整整讲述了一个时辰 威尔才将事情经过讲述完毕 端起身旁一杯不知道是谁的茶 一饮而尽后继续说道 所以 莱恩议会现在掌权的 基本都与我有关 只要这边腾出人手 便可以直接前去接手 威尔说得轻描淡写 但议事堂内的众人 包括布鲁特和伊斯 皆一脸震撼 覆灭了将近一半的 莱恩议会法师 杀了四位莱恩术士 其中更有两位术士中期 更以马斯科的身份 名为改革 实为瓦解莱恩政权机关 令莱恩议会短时间崩溃 无法组织力量 这几件事情 拿出一件 就足以令众人震惊 但威尔却直接全扔了出来 众人顿时被震得外焦里嫩 久未回神 看着众人的表现 威尔内心得意之极 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当务之极应该是尽快组织人手 前往莱恩议会 于是开口问道 现在 我们能抽出多少人手 布鲁特回过神来 与伊斯对视了一眼 说道 我们家族可以抽出五十位法师 二百位隐魔师 伊斯接着道 玛纳议会可以抽出三十位法师 一百五十位隐魔师 威尔满意笑道 足够了 莱恩议会高层 还有我一部分人 足以完全执掌莱恩议会 事不宜迟 我们应该尽快出发 不知道老族长和太上长老 你们俩觉得怎么样 伊斯首先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什么意见 玛纳议会现在就可以出发 说完 对着萨伊德吩咐道 萨伊德 你立即去组织人手 随后听从威尔指示 是 萨伊德立即领命走了出去 布鲁特看到伊斯如此干脆 也纷纷杰森说道 杰森 你也去组织一下 我们现在就出兵 不等明日了事 魔法师们集结完毕 威尔上前台 立于半空 看着众人说道 我是威尔 罗杰斯 在场不管罗杰斯家族 还是玛纳议会的成员 想必都知道 我们要去干什么 没错 是去征讨莱恩议会 但也不全是 或许有些人不喜欢战争 只想安安稳稳地冥想修炼 但是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还有好多人 连入门冥想法也没有 他们也有一颗相魔之心 但没有机缘 没有资质的他们 只能沦为凡人 兴许你们觉得 关你们什么事 但是 你们换作你们的后代呢 他们还不关你们的事吗 或者你们能保证 自己一定能进阶数是吗 肯定不能保证是吧 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些 难道真像你们其中一部分人觉得一样 我贪恋权势 笑话 我是谁 24岁的术士 即将突破术士中期的24岁术士 还需要权势吗 我本身就是权势 还需要依赖这些身外之物吗 我问你们 你们觉得还需要吗 其中 罗杰斯家族 威尔什好友 也是安排好的 托布鲁 罗杰斯 罗杰斯家族与威尔同一天测出上品亲和力的 趁众人还没反应之际 立马大声回应 说道 不需要 随即罗杰斯家族迎合 不需要 最后全部集结法师迎合不需要 这不仅仅是威尔的原因 也不仅仅是托的原因 最主要的是触及各自心理的原因 谁有自信 自己能达至术士 都没有 第九十三章 埃安议会投成 威尔继续说道 对 我不需要这些 我之所以起兵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日益增长的魔法师数量 导致我们魔法资源已经严重不足 而魔法资源不足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就是 你们更加难以晋级 甚至魔法修为倒退 所以只有征法 将别人手中的魔法资源夺过来 甚至统一全大陆 即全大陆所有魔法资源统一调配 这样 我们才会有时间专注于冥想修炼 才能将魔法资源利用最大化 让每一位魔法师以后都能专心冥想 不用为魔法资源而费尽心思 所以 这次出征不仅仅是为家族 为议会 更是为你们自己 为自己奋斗 让我们一起 改天换地 话落 布鲁等一众安排好的托 立即响应 为了自己 改天换地 气氛渲染之下 所以魔法师皆激动不已 纷纷更喊 为了自己 改天换地 为了自己 改天换地 好 随我出发 第二天上午 两位会长 议会已经控制住了 好 太上长老人找不到吗 找不到 闭关处没有发现太上长老的身影 莱恩议会议室堂中 鲁迪和泰伦二人坐于上位 此时 莱恩议会已经被两人完全控制住 莱恩家族一方法师 包括莫雷 都被收押起来 在两人的协同之下 并未爆发巨大的伤亡 只是在准备寝威尔的时候 却发现威尔人不见了 因此 两人有些着急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爆 发现沃特家族 巴尔蒂家族 罗杰斯家族 以及马纳议会 集结于巴拉干城 更发现 威尔 罗杰斯的身影 一道侦察令传来 鲁迪立马起身 对泰伦说道 我们一起去巴拉干城看看情况 泰伦文言点头 原来威尔 已经回去组织人马了 看来是时候 和罗杰斯家族 互通消息了 以免罗杰斯家族等人 误认为莱恩议会 没有平病下来 真攻打过来 那就损失大了 而且 自己作为投诚之人 也要表现出 投诚的态度 得亲自前往巴拉干城 可不能等到威尔等人 来到议会门口才出现 看到泰伦点头 鲁迪叫上现在控制议会的霍夫曼家族高层法师 一众人立即往巴拉干城赶去 巴拉干城位于莱恩议会所在的劳伦斯城南部 紧隔几十里的距离 巴拉干城中 威尔为主的罗杰斯家族 正在与马纳议会 沃特家族 巴尔蒂家族等代表商谈进攻路线 威尔先将局势向不知情的沃特和巴尔蒂一行人道出 顿时原本还没有把握的两大家族 立即欣喜 直到威尔深谋远虑 沃特家族组长更是直接说道 既然如此 我沃特家族保证 以后为您威尔 罗杰斯马首是瞻 只要您能保证 绝不像莱恩议会一样 限制我们家族术士的产生 还未等威尔反应 一旁巴尔蒂家族组长也立马附和道 不错 只要做到这些 我巴尔蒂家族也功名驱使 两人在威尔的言语之间 已经深刻认识到威尔的实力和野心 此时不投靠 必会被事后侵犯 威尔一统莱恩帝国已经是势不可挡了 如此良机 两大家族不可能不上车 至于所谓的要求 仅仅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相信以威尔的天资也不会在意这些 果然 威尔文言仅稍微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道 好 你们放心 我不会限制你们的 相反 我还要帮助你们 早日出现术士 毕竟这个大陆太大了 我们的术士 还不足以掌控整个大陆 掌控整个大陆 沃特 巴尔蒂等人 还是第一次听到威尔的雄心 文言皆心惊不已 随即又纷纷燃起激情 试问哪个男人 不想参与这种波兰壮阔的历史进程 完成统一大业 势必会被流民侵蚀 顿时兴致大涨 对于跟随威尔之事 再无人有怨言 看着众人反应 威尔内心失笑 原先还在考虑 怎么说服沃特家族和巴尔蒂家族 为自己命是从 没想到这么简单 顿时心满意足 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诸位随我去接收莱恩议会 想必那边局势也应该稳定了 报 莱恩议会会长泰伦 沃特 副会长鲁迪 霍夫曼 率领一众莱恩议会高层前来觐见 威尔话音刚落 一道报令便传来 顿时哈哈大笑 说道 说什么来什么 看来莱恩议会已经平定了 诸位随我一起去接待 走 鲁迪等人在临时会客地点等候 想展开精神力探查一下 威尔什么时候来 但是又盘愉悦 正交集时 一片脚步声传来 立即转头向声援看去 待发觉是威尔的身影后 格老远便跪拜道 弟子不负恩师厚望 带领莱恩议会之人 向师父您恭贺 也只有现在 泰伦和霍夫曼等人才知道 鲁迪与威尔的关系 内心比鲁迪不知修实 身体也如鲁迪一样 跪倒在地 看着鲁迪当面坐实仕途身份 小心思还是不知道收敛 威尔内心冷笑一声 不过这些都是小瑕疵 能把自己吩咐的事办好才最重要 于是微笑地将众人扶起 问道 辛苦几位了 莱恩议会现在局势如何 鲁迪立即上前一步 献宝似地说道 师父 莱恩议会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控 您只需带人前去接收即可 看到鲁迪的表现 包括霍夫曼家族的所有莱恩议会之人 心中比异更甚 怎么以前没发现 鲁迪副会长是这副阿谀奉承的德行 但也纷纷附和道 数师大人 鲁迪会长说的不错 您只需前往接收即可 无需费一兵一卒 威尔满意至极 情况比自己想的还好 不过一些细节 还是需要了解下 于是向泰伦问道 具体是怎么做的 你给我详细诉说一下 泰伦立即上前行了一礼 开口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 昨日晚上突然发现 整个莱恩帝国都在盛传您的名声 然后莫雷组织我们在义士堂商量对策 接着 整一刻中 泰伦才将事情经过说明白了 第九十四章 膨胀 打天下容易 守天下难 从接收莱恩议会开始 即使魔法师的效率更高 也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威尔才将莱恩帝国 马那帝国和琼斯帝国 磨合整理 成了一个新的国度 威尔取名为大秦魔国 并准备于下个月举行开国大典 布鲁特等人对此名字不解 为什么不叫罗杰斯帝国呢? 直至伊斯将之前与威尔的对话 告诉了布鲁特等人后 才明白 威尔不取名罗杰斯帝国的深意 即便如此 但为什么叫大秦呢? 关于这点 威尔并没有解释 只是说道 大秦这两个字 对于统一大陆 有Buff加成 能更好更快的统一 布鲁特等人更迷茫了 Buff是什么呀? 为什么能更快更好的统一? 不过 这毕竟是小事 也就随他了 但威尔后面道出的事情 那连一向支持他的布鲁特也反对了 什么? 为什么要让莫雷 莱恩 执张整个国家? 我罗杰斯家族 难道没有人才吗? 我不同意 这样会让罗杰斯家族心寒 布鲁特不解地问道 威尔头疼 知道做出这个决定 一定会让玛娜 沃特 巴尔蒂 以及霍夫曼 这几方人不满 所以和布鲁特单独商量一下 先开个碰头会 统一一下意见 但没想到 布鲁特的反应会这么大 细细思量了一下 威尔回答道 也不是罗杰斯家族 没有合适的人才 甚至真没有的话 我也可以亲自挂帅 我是这么想的 让莫雷 莱恩上位 可以表明我们宽容的态度 能容忍任何人才 哪怕他是敌对法师 战败俘虏 这样以后 整讨萨温议会 或艾格瓦利议会时 至少能让他们觉得 加入我大秦 也有出头之日 反抗也不会那么激烈 布鲁特点头 至少威尔的初衷是好的 但还是开口道 你的想法很对 但不应该这个时候这么做 我们大秦才建立 根基还不稳 各大势力还未完全融合一起 对大秦摩国 还没有深刻的归属感 一点动荡都足以分崩离析 你现在首当其冲地增强这些势力 对你的信任感 令所有势力都对你产生认同 甚至是依赖 所以 大秦执政人员必须得从 罗杰斯家 马那议会 霍夫曼家族 巴尔蒂家族 沃特家族中选择 且第一执掌人必须是 罗杰斯家族 也唯有如此 这些家族才不会有意见 至于莫雷 莱恩 我不知道 他有什么被你看中的地方 但现在绝对不合适 至少得十年以后 才能让他接手 威尔一愣 还真是这个道理 步子不能迈得太快 于是感激地说道 多谢族长 是我考虑有失 险些酿成大错 但是布鲁特却并没有安慰威尔 只是看了威尔一眼 欲言又止 威尔疑惑 开口问道 怎么了 组长有什么事不防止说 对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布鲁特没有理会 只盯着威尔看着 似在想什么事情 威尔被看得发毛 直言问道 到底怎么了组长 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啊 看得我发毛 只见布鲁特叹息一声 说道 你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吗 威尔更乱了 怎么又不对了呢 于是有些不耐烦的说道 哎 族长 到底怎么了 布鲁特 再次深深看了威尔一眼 语众心长地说道 不知道是因为你实力大胀 还是莱恩议会的负面 我感觉 你最近有些膨胀了 啊 威尔一惊 说道 我哪里做的不对吗 布鲁特继续道 没有不对的地方 只是你的言行有些轻飘 许多是处理的 没有以前那样顾虑周全了 像提议莫雷 莱恩 这种错误 按你的才智 应该不会发生才对 我觉得你潜意识 产生了自己无所不能的错误想法 以致行事 都有些违心主义了 这一个月来 好多是处理的 都有些不妥善 可能你潜意识中 觉得这些许漏洞 对你的武力来说不足一提 膨胀的心态 导致你行事有些偏颇 完全没有之前走一步 看三步的深思谋略了 看着威尔陷入了沉思 布鲁特露出满意的笑容 还好威尔没有膨胀到听不尽话 那就还有机会改正 于是接着说道 不过还好 你现在只是有些一意孤行的苗头 其他人应该并未发觉问题 也并未造成什么重大隐患 兴许是你当局者迷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但作为从小看你长大的我 既然察觉出了问题 自然应该提醒你一声 希望你不要怪罪 我们多试 威尔文言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连忙说道 怎么会怪罪 我感谢还来不及 要不是您指出来 我还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看来破尘的影响太大了 我没有动用的情况下 竟然还潜移默化的 被他影响到了 幸好组长你提醒了一下 否则事情真的危险了 布鲁特疑惑 开口问 破尘 哦 是你从莱恩议会得到的那把剑的名字吧 怎么和他扯上了呢 威尔脸色不太好看 文言还是将破尘之事告诉了布鲁特 片刻之后 布鲁特得知了破尘之事 也明白了威尔膨胀的原因 叹息自己错怪了威尔之余 也为这是深深头疼着 显然他也没有好法子 看着布鲁特一副为自己担心的样子 威尔反而哈哈一笑 说道 组长不用担心 我是谁 区区破尘 岂能阻挡我踏向魔法巅峰的脚步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我决定明日就去闭关 好好思考一下解决之道 顺便巩固一下突飞猛进的修为 布鲁特难受的点点头 说道 也唯有如此了 但突然想起一件事 立马开口再说道 大秦魔国之事 你无需担忧 有我们几个在 但你与丹妮的婚事呢 明天他就来这边了 按我和伊斯的意思 下个月正是好事件 准备将立国大典 与你的婚事一起办了 你现在闭关 那岂不是得延后时间了 威尔一愣 要结婚的消息 我怎么一点都没听到 组长和伊斯瞒得可真言 随即想到丹妮的面容 沉思了一会儿后开口道 明日我先与丹妮见见 问问她的意思 第九十五章 表明星际 次日上午 威尔得知丹妮已经来了后 便发出邀约 一起去附近的一座青山上游玩 布鲁特和伊斯几人自然逝去 没有安排一位人员跟从 时隔一个月 再次看到丹妮 威尔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身份转变得太快了 没有一点准备 两人就要举行婚礼 相伴一生 原本正常等待的丹妮 看到威尔的瞬间 脸蛋刷的一下 变得通红 只看到威尔目不转睛 此前怎么没有觉得对方这么好看呢 不过想到现在 就要结为夫妻了 嘴角不自觉地向上勾起 丹妮看到这一幕 脸色更加红润 蹬了蹬脚 娇臣道 你笑什么笑 还是熟悉的味道 看到丹妮这个反应 威尔顿时熟悉了起来 此前娇滴滴的样子 可真不习惯 于是眼睛一转 开口笑道 这不是好久没见你了吗 丹妮却堵起嘴巴 怪罪道 哼 那你不知道来找我 威尔逐渐适应 故意说道 找你 找你干什么呀 丹妮立马轻转音 生气上前 手指直探威尔软肋 上去就是一个旋转 并骄怒道 你说什么 哎呦 疼 快松手你个臭娘们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战斗起来堪称风魔的自己 竟会承受不住丹妮的两根手指 自己这封练术真是白练了 于是立即大喊道 你说谁是臭娘们呢 不知道我当过你师父吗 还有没有礼仪尊备 丹妮更生气了 本欲加大旋转力度 但看到威尔好像真的很疼 便心软地收回手指 淡气还是要出的 于是插腰娇喝道 偷偷关注两人的伊斯 尴尬一笑 得对身旁的布鲁特强行解释道 哈哈 那什么 这丫头平时不是这样的 布鲁特却理解一笑 说道 这表明小夫妻感情好啊 伊斯立马点头 对 对 揉了揉并没有什么感觉的腰间 威尔白眼一翻 就欲还嘴 结果却看到丹妮像要哭了的样子 怎么回事 这不好好的吗 好啊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在前天才被爷爷通知 要与威尔成婚的丹妮 这两天心情好了很多 结果满怀欣喜地来找威尔 却发现 威尔好像对自己有些嫌弃 顿时这一个月来的负面情绪涌上心头 眼泪再止不住 伤心地开口道 威尔直接就是一愣 怎么回事 看到威尔没有上前轰轰自己 丹妮眼泪流得更猛了 蹲在地上 将头往膝盖里一蒙 愁也道 你 你要是不愿意 我 我就去和爷爷说不结了 说完就哇哇大哭起来 威尔顿时手足无措 指巴巴地说 我 终于意识到自己态度的威尔 上前将丹妮扶起后 一把将仍然哭泣不止的她抱在怀中 安慰地拍了后背后 低沉地道 对不起 是我不是 没有和你说清楚 我喜欢你 我想和你在一起 只是我最近事情有些多 我 怀中丹妮停止了哭泣 缓缓抬起头 红肿的双眼 深情地盯着威尔脸庞 稍许 才意识到自己现在被威尔抱在怀中的丹妮 内心顿时休得不行 但又舍不得离开 没办法的她 只能把脸埋在威尔胸膛中 自己看不到 那就不休了 片刻 丹妮缓缓伸出双手 搂住威尔的腰背 轻声地说道 我也喜欢你 直到现在 暗中偷窥的伊斯和布鲁特 才松了口气 布鲁特说了一句 让两位年轻人独处吧 两人便转身离去了 哼 贝纳尔 不对 威尔 哎呀好不习惯 我以后就叫你贝纳尔行不行啊 已经转移到青山的两人 在一条河边逛了一下 丹妮出口问道 威尔当然摇头 说道 那不行 贝纳尔可是一个顽固公子呢 丹妮嘴巴堵起 无奈地说道 好吧 好吧 威尔就威尔 随即大眼睛滴溜溜一转 突然又问道 哎 你说 你是不是早就对我心怀不轨了 说 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威尔毫无求生欲望 只双手一摊 做无奈状 说道 不是你先喜欢上我的吗 好啊 叶 丹妮文言顿时气急 上去又是一掐 生气道 你说什么 明明是你先喜欢我的 威尔举双手求饶 立即开口痛呼道 是 是 我先喜欢上的 我先喜欢上你的 哼 这还差不多 丹妮满意地手回手 又接着上个问题问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 威尔傻眼 怎么还问 鬼知道我什么时候喜欢上的 我自己也不清楚啊 但想起丹妮难缠的两根手指 与天聚来的求生欲望顿起 脑筋立即一转 开口胡编道 从第一眼看到你 就喜欢上你了 哼 我就知道 臭流氓 丹妮开心地交道 蹦蹦跳跳地向前跑去 我 威尔傻眼 哪里来的迷之自信 话说我怎么又变成臭流氓了 于是追向丹妮 急问道 诶 我怎么变成流氓了 你给我站住 把话说清楚 哈哈 你就是流氓 丹妮乐得跑得更快 余光瞥见威尔 已经追了上来 连忙惊呼道 我就不站在 你个臭流氓 哎呀 仰快松手 互相追逐打闹了一阵 两人直接坐在草地上休息 看着身旁安静下来的丹妮 威尔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抬了起来 搂住了丹妮的肩膀 丹妮也没有反抗 更把脑袋靠在了威尔的胸膛 只是她的脸颊 这一天 可能都离不开羞红之色了 看着羞涩不已的丹妮 威尔顿时将破沉之事抛住脑后了 不管了 即使心魔爆发 也不是短时间内的事 还是成婚重要 但还是得让丹妮知道 想了想便开口道 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丹妮疑惑地抬头看向威尔 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当时我从莱恩议会得到了一把剑 结果 说完之后 威尔患得患失地看着丹妮 虽然不认为丹妮会因此 离开自己 但威尔内心还是有些忐忑 结果 丹妮却毫不在意 只转身搂住了威尔 抱得紧紧的 轻声说道 没关系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第九十六章 大秦魔国 转眼 又一个月过去 今日是大秦开国大典 也是威尔升任罗杰斯家族组长之日 亦是威尔大婚之日 威尔直接将劳伦斯城 改名为咸阳 立为国都 将莱恩议会改造后 更名为紫禁城 作为处理大秦正式的机关 取消了大陆原先议会的制度 魔法俗士不再分离 将大秦帝国囊括的所有区域 包括莱恩帝国 马纳帝国 琼斯帝国 及三者之间的所有区域 统一分化为十二个州域 每一位州域州长 皆是法师圆满任职 马纳一出 三法师圆满 每人各领一个州域 人州长之位 沃特家族 巴尔蒂家族 一家一州 霍夫曼家族 只长两州 罗杰斯家族 因为暂时只有一位法师圆满 大长老希尔曼 且年纪又太大了 所以直接挂名威尔明夏 只长剩下的五州 由前组长杰森 罗杰斯 前三长老 伦纳德 罗杰斯 外姓长老西奥多 莱曼 苏莱曼 亚森 家族前那位 直视秀托 罗杰斯 五人各领一州 每一州 按面积划分 10-15不等个城市 每一位城主 皆由法师中期担任 威尔为了锻炼 威威安和汉默两人 将两人都扔出去 担任一城城主 但是怕他们出意外 便只安排在咸阳附近 虽然两人只有法师前妻的境界 但毕竟是超品亲和力 其他人也没有意见 在咸阳设立了大秦魔法议会总会 每一州设立大秦魔法议会支会 每一城设立了大秦魔法议会分会 总会会长威尔亲自担任 每一州州长担任该州支会会长 分会会长就是城主 各分会负责引魔师的入门及培养 各支会负责法师初期的教导 法师中期及以上 除了安保工作外 其他都聚集在总会之中 威尔更以覆灭琼斯帝国 莱恩帝国缴获的庞大魔法资源 强行推行了全民免费元素测验的政策 每年一次 于各城魔法分会内测验士林儿童 不局限于魔法家族 而是对所有帝国士林居民进行免费测验 更设立了对内的锦衣卫 与魔法议会一样 也分总局 支局 分局 与每一处魔法议会 比铃而建 负责国内安保工作 对外设立了血滴子 秘密潜伏于其他魔法议会之中 收集情报 防恐防暴 至于伊斯和布鲁特两人 在向两人征询意见时 两人皆表明不参与俗世工作 只愿潜心修炼 于是威尔分别于紫禁城旁 建立两座豪宅 归两人闭关居住 还以胡安 奥耶达为主 建立了魔法研究院 由其组织人手 对各系冥想法和魔法 进行统一研究 探寻魔法的本质 还有负责魔法器材的 发明锻造的魔器院 收集几方势力的所有 魔法器材的书籍 进行复原和推陈出新 锻造炼制魔法丹药的魔丹院 研究古丹方 创造新丹药等等 魔法阵研究与构造的魔阵院 因在琼斯魔法议会发现了传颂阵残篇 此时正在积极研究中 魔法矿产勘察开发的魔字院 对整个帝国进行全面勘察 甚至偷偷前进萨温和艾格瓦利帝国去勘察 魔法植物种植培养的魔制院等等 在宣布这些机构职位之时 不免会受到不少不解和阻碍 但威尔深知立国之初不进行推动的话 那等各方势力逐渐磨合统一后 再想推动就更不可能了 于是 威尔凭借自己的威望 处置了几个畅反调的法师后 一力将这些政策推行了下去 因魔法师的效率 仅一个月 整个大秦便有些像模像样 按威尔心中所想 各方面转动了起来 看着大秦帝国魔法师们 准备着大典相关事务 威尔与布鲁特 一丝两人位于新建的天台前方 感知到身后欢呼的魔法师们 威尔转身感慨地看着身后的一众魔法师 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有如此成就 自豪之余 感受着一双双英切期盼的眼睛 威尔内心一阵悸动 自己一定要带领大家供他巅峰 走上魔法好日子 良辰道 有请大秦开国大地 罗杰斯家族组长 术士 威尔 罗杰斯登台 一位司仪将威尔的思绪拉出来了回来 台部独自登上了十来米高的天台 看着底下的法师们 威尔运转魔源 大声宣布道 我宣布 大秦魔法帝国 大秦魔法议会 今天 正式成立 在威尔庞大的魔源控制之下 声音覆盖了整个咸阳城 在有安排好的法师们 一个接一个的 由特意感制的魔法收音机 向外传出 直至整个大秦都听到了威尔的声音 大秦广场上 人声废鼎 个个都雀跃不已 大秦魔国万岁 威尔 罗杰斯万岁 隐着欢呼声 威尔内心起伏不定 术氏中期的瓶颈竟然直接打破 瞬间 有利于空中的风系元素 猛烈地向威尔挤入 顿时一股术氏天象至广场上空出现 庞大的青色光圈映射出 将威尔的修为猛烈提升起 请客 直接突破至术氏中期了 这突破术氏也 没两个月啊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看着万人瞩目的威尔 台下的丹妮挽着蚝友马莎 鼻左 内心深感自豪 不过人群中 萨温和艾格瓦利两方前来官吏的人员 脸色就难看了 看到大秦帝国的如此威势 看到威尔在座突破 两方人员皆为自己的议会忧心不已 能挡得住威尔、罗杰斯吗? 之前两方人员或许不将新晋术士前妻放在眼里 但莱恩议会发生的变故 让两方人员不得不对威尔深深忌惮着 看来联盟之义德尽快提上日程 不然任何一方都不是大秦魔国的对手 开国大典结束 接下来就是成婚礼了 威尔与丹妮两人换好衣服 在布鲁特和伊斯的共同主持下 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整个大秦帝国皆送上了祝福 夜晚 喝得微醺的威尔回到了房中 看着坐于床前娇滴滴的丹妮 威尔内心蠢蠢欲动 于是运转起魔源 散去酒意 盯着害羞不已的丹妮 缓缓向其走去 并调笑道 哈哈 今晚看你往哪里逃 第九十七章 十年后 转眼十年过去 威尔已经三十四岁了 十年来 威尔有近一半的时间 花在了冥想修炼上 稳固了数世中期的境界不说 连数世后期的瓶颈也隐约感知到了 更是抽空补权 熟悉封系其他魔法 现在不仅仅只有封刃这单一进攻方式了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与丹妮在一起这么久了 没有一点怀孕的迹象 威尔觉得可能和自己的体质有关 不过两人对此都不在意 现在并不着急要孩子 同时 汉默、威威安两人在庞大的资源下 已经达至法师圆满 将超品清和力的绝世天资展现得淋漓尽致 很是吸引了大批眼球 汉默更是于七年前 成功追求到了玛莎、彼左 期间更多的罗杰斯家族 与各大家族联姻 十年过去 早已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难以分离了 年轻一辈子 甚微微安一人了 据说不知道从哪一本古籍上看到 说圣语前破除原姻原阳 不利于修行 所以执意单身 拒绝任何追求 真是伤透了好些年轻俊杰的心 族中长老拿他没有办法 何况现在已经是法师圆满了 也就随他认他了 还有 在威尔的指示下 胡安等人帮助摩契院 于八年前改良了元素测验仪 将原先需要七颗中品摩金的元素测验仪 改良成了只需七十颗下品摩金就可以 直接节省近百倍的测验开支 大大缓解了魔法资源紧张 集权统一的管理下 大秦帝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壮大着 在威尔数世中期高屋建林的几次讲法之下 鲁迪、霍夫曼、泰伦、沃特、杰纳、莱恩、萨伊德、马纳、肯尼迪 彼左这五人也相继突破到了数世前期 令各家族向心力大大的凝聚 再无二心 哦 对了 其中节呢 莱恩在九年前与威尔深谈一次后 威尔便将其释放了出来 毕竟这也是个人才 就这么关押 也太过可惜了 低价隐魔师 这十年来翻了近八倍 庞大的凡人基数 直接令大秦帝国魔法师数量收破万关 令萨温和埃格瓦利两大议会 心颤不已 有心模仿大秦对凡人展开元素测验 但仅坚持了一年 便在各种目光短浅的法事影响之下 无疾而终了 因为威尔主张的魔凡不分离 原先贫苦的凡人们 在魔法式魔法的调节下 风调雨顺 各种农作物生长得极为茂盛 使大秦帝国真正实现了全民温饱 以致整个帝国到处都有威尔的雕像 民众们视威尔为神灵 日夜参拜 无心插柳柳成音 没想到对破尘毫无头绪的威尔 竟然在整个帝国的信仰之下 灵魂外围形成了一圈信仰之力 完全抵挡住了破尘的干扰 以致威尔都感觉破尘不想和自己再待在一起 每次握住他的时候 都能隐约感觉到一丝排斥 魔法师的形象深入凡人之心 再无此前的疏离之感 好些没有亲和力的凡人 因为自行研究魔法相关典籍 竟然创造出了一种全新职业 魔阵师 只凭魔精和魔法阵知识 就可以预敌的一种职业 威尔得知消息后 接见了其中的优秀人物 发觉除了寿源之县 他们与魔法师们并无什么区别 其中威力强大者足以比尼法师中期 要知道这个职业才诞生四五年 顿时兴致大长 与咸阳建立一座魔阵师总院 供这些魔阵师学习研究 此外 还有种种发明 种种发展 朝堂之上 威尔坐于上手 再次看了严首中的流言魔经后 抬头向一众术士和帝国高层们问道 据血低子探查 艾格瓦利帝国出现了一头恶兽 所过之处 世人无数 甚至一名法师圆满都死于其口 整个艾格瓦利议会惊恐不已 以至现在艾格瓦利帝国颇为混乱 我的想法是 可以趁此机会 对艾格瓦利议会出兵 诸位觉得如何 威尔自解决了破陈的影响之后 魔法修为日益增长 威亚更甚 令术士前妻的几人也不能轻松面对 少许 似察觉到了什么 威尔收敛了气息 众人才对视了一眼 随即术士接纳 莱恩初列说道 帝君所言即是 现如今我大秦帝国安定繁荣 新进这么多的影魔师 法师 也该让他们练练手 艾格瓦利议会 确实是个不错的对手 威尔点头 郑玉说话时 萨伊德 马娜初列说道 不过艾格瓦利有三名术士前妻 我们要想拿下他们 也应该出动三位术士 而他国作战 统帅人选必须慎重 建朝堂之内所有人的分分附和 威尔问道 看来对于出兵 大家都没有意义 那统帅人选 你们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萨伊德立马接道 下述以为 太上长老布鲁特 罗杰斯当为统帅第一人选 实力方面无庸置疑 可谓数世前妻第一人 且有剿灭琼斯魔法议会 在前的丰富经验 曲国上下 他最合适 鲁迪 霍夫曼也初列说道 萨伊德长老所言甚是 布鲁特确实最为合适 其余众人分分附和 威尔也点头 布鲁特确实是第一人选 是自己最为信任的人 于是直接下令道 既然如此 那传我命令 令太上长老布鲁特为统帅 太上长老杰纳 莱恩 泰伦 沃特两人为副帅 率领两百位法师 一千隐摩师 立即做好战前准备 三日后兵 发艾格瓦利帝国 遵令 布鲁特的居所之中 威尔与布鲁特相对而作 片刻 威尔开口道 按血滴子探查传回的信息形容来看 这次艾格瓦利帝国的恶兽 应该就是当初布莱克家族的圣兽了 布鲁特也肯定得到 应该就是了 否则难以解释 怎么会凭空出现一只数世境界的魔兽 毕竟大陆已经几百年 没有出现法师以上的魔兽了 威尔点头 建议道 既然如此 以组长您的魔法修为 配合夺魂 应该不难将其控制 我是这么考虑的 您完全可以用其破开艾格瓦利的防守 而你们紧随其后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帝国魔法师的伤亡 布鲁特眼睛一亮 不错 如此一来 拿下艾格瓦利议会的把握 就更大了 第98章 约翰的消息 回到房间 丹妮并没有在房中 此时正在密室闭关 为突破法师后期做准备 威尔有些担心 毕竟法师后期是魔法师的第一生死官 危险极大 不过想到 以现在大秦帝国收集而来的众多突破秘法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原本威尔想亲自护持丹妮突破的 但丹妮却说 威尔在身旁 自己无法全身心投入突破中 没办法 生死关头也只能由他 不然自己执意要护持 反而会影响他的心境 正准备取出极品流影魔精 感悟速度特性 一位血低子法师突然前来 说有要事禀告 威尔只好先接见 你说约翰前几天突破至法师圆满啊 坐于椅子上的威尔威精 约翰与威尔两人同时入门引魔师 按理说应该同时进阶法师圆满 但身处萨温魔法议会的他 魔法资源比身处大秦的威尔两人要少了很多 因此以威尔估算 起码还需要两年才能突破法师圆满才对 是的 并且因超品亲和力的资质被任命为萨温副会长 不过现任萨温会长寿员将近 属下以为如果约翰在这期间能有一些功绩 完全有可能升任会长之职 笼罩在黑袍中的血低子法师半跪在地 回复道 哦 那约翰有没有和你们取得联系 威尔在问道 血低子法师摇摇头 说道 约翰最近才闭关结束 还未走出过萨温议会 而且 现在整个萨温议会 因我大秦的威胁 戒备森严 我们还没有找到机会接触到他 威尔沉思片刻 紧盯着血低子法师 严肃地问道 据你们几年来的观察听闻 你觉得 约翰是否还新属罗杰斯家族 新属大秦帝国 扑面而来的强大威压 血低子法师 顿觉泰山压顶 双腿颤抖不止 咬牙强忍住不适之感 开口道 属下 属下不确定 但据我们观察 约翰不满萨温低层 魔法师们的作为久矣 私底下常亲自出手 惩戒低尖魔法师 威尔收回了威压 虽然这位血低子 开口说的不是肯定语气 但在自己的威压之下 还下意识地为约翰说好话 显然其潜意识中认为 约翰是自己人 那便无需再问 毕竟血低子们久经考验 都是罗杰斯家族的暗卫员班人马 一心修炼时 约翰应该还没有那样的心机 可以欺骗他们 于是开口安慰道 辛苦你了 你叫雷蒙多是吧 你儿子现在已经快十岁了吧 威压退去 雷蒙多只觉浑身舒坦无比 连法师中期的瓶颈都微微松动 顿时明白威尔不仅仅是试探他 更是借此机会让自己有所突破 现在又闻威尔还记得自己的姓名 仿佛寒冷饥饿多日时 突然喝上了一碗热粥 只觉浑身温暖舒适 当时觉得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多年辛苦 也不怎么辛苦了 一切都值 于是哽咽地说道 是 帝君 下属是叫雷蒙多 下属的儿子叫加利 罗杰斯 今天刚好十岁 三个月前测验出中品帝细清和力 虽然资质一般 但下属已经很满意了 威尔点了点头 抬起头四想起了什么 感慨地问道 以你如今的年纪 想必加入暗卫已经有十多年了吧 雷蒙多也一脸回忆 稍许 有些唏嘘地回答道 下属在您担任家族总顾问时 加入的暗卫至今整整十六年了 威尔起身 上前将半跪雷蒙多搀扶了起来 拍了拍他的肩头 轻声说道 快了 没几年 我们就要统一大陆了 到时你们都不用这么劳累了 再坚持一下 雷蒙多立即站至身躯 大声回答 下属等不累 威尔一愣 再次拍了拍他的肩头 哈哈大笑道 好 不错 不愧是我罗杰斯家族子弟 雷蒙多一脸激动 身躯站得更加笔直 少许 威尔转身 坐会椅子上 想了一下 下令道 雷蒙多听令 雷蒙多 属下在 传我命令 所有安慰薪资再翻一倍 抚恤再翻两倍 后代有亲和力的 其晋级法师前 所需的魔法资源 全部由国库包揽 无亲和力的 准许其加入魔阵师总院 达至二阶魔阵师前 所有的魔法资源 皆由国库承担 即刻实行 雷蒙多激动不已 一股热血自心抵制冲脑门 此刻威尔就是要他死 他也二话不说 心底只有一种想法 那就是 为威尔赴汤蹈火 立即双膝碰地 磕头哽咽道 多谢帝君 多谢帝君 原本 原本暗卫血滴子的薪资辅 就是大清的最高水平 此刻威尔又翻了一倍 而且连后代都得到了保证 在敌后工作的雷蒙多 怎能不激动 怎么不笑死 威尔内心则摇了摇头 这些暗卫血滴子敌后工作时 生命危险倒是其次 最主要是心理问题 对比他们带来的信息价值 所付出的这些魔法资源 根本不足一提 如果能以魔法资源 买来他们的信息和安全 即使再翻一倍 威尔也不会心疼 罗杰斯右手探出 威尔将雷蒙多搀扶了起来 再挥手试一旗 收拾一下类涕结实的脸庞 继续开口道 既然你认为 约翰有希望 升任萨温会长之职 那你尽快和他联系上 问问他需要什么功绩 你们看情况 暗中帮助他获得功绩 雷蒙多连忙用衣袖擦拭了把脸 文言立即应声 是 好了 你下去吧 是 帝君你好好休息 看着转身离去的雷蒙多 威尔就刚才的消息陷入了沉思 艾格瓦利魔法议会不出意外 存在不了几个月了 那大秦魔国离宫打萨温魔法议会的时间也不远了 如果短时间 约翰能升任会长之位 到时理应外合之下 甚至可以兵不任邪地掌控萨温议会 这样无疑最好 不过摩斯魔法议会竟然找不到所在位置 难道典籍上记载的都是子虚乌有吗 原以为萨温帝国西面远方就是摩斯魔法议会 可这十年来 威尔派人往萨温议会西部探出了近万里了 出了一片荒漠 竟然毫无摩斯的踪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第九十九章 破尘任服 一个月过去 丹尼安全出关了 威尔警惕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连日来 每天早晚一封艾格瓦利的战报 威尔得知布鲁特等人行军很是顺利 布莱克胜兽被布鲁特轻而易举地控制住 由他在前攻破艾格瓦利议会的各种防线之下 大秦魔法师军团几乎没有什么伤亡 想得丹尼 心头一股暖意升起 这就是两人日常的相处模式 一个房间内相隔十余米两张床 一个人一张 相伴冥想着 不是两人不想在一张床上冥想 而是威尔冥想的动静太大 每次冥想蜂元素就会疯狂向他涌来 两人魔法系别不一致 丹尼无法引用蜂元素 甚至离威尔太近 还会被其吸引而来的密集蜂元素影响到 以致无法感应自己所需的水元素 因为蜂元素狂暴地将水元素排挤而开了 刚开始的时候 两人还分房而居 直至魔阵院改良了古代聚灵阵 在一间房屋中设立了两座互不干扰的 不同系别魔法的聚灵阵 两人才得以在一间房中冥想修炼 看了丹尼几眼 威尔收回心神 准备去院子中练练剑法 曾刚将破尘握在手中 破尘就自发剑鸣了一声 这是不满被威尔掌控 自威尔有信仰之力的保护后 破尘越发不待见威尔 但只能影响心神的他 却对威尔无可奈何 只能每次使用之时 剑鸣一声以作反抗 无视破尘的情绪 威尔挽起一个剑花 对着一座特制的假山就是一个刺激 锋利特性之下 直接将假山刺了个对穿 手感有些不对 松开剑饼 威尔走向假山后面 看了一眼露出的剑尖 威尔估算着与上次同一招的区别 嗯 剑尖多露出了半寸 自己这几天修为也没有什么精进啊 特性也一样啊 怎么回事 转身返回剑饼之处 威尔握住了剑饼 再稍一用力 破尘便被威尔抽了出来 看了眼手中的破尘 威尔恍然 必然是破尘终于不再反抗了 刚刚的效果 是他自发配合呢 难怪比之前强了一丝 随意倾笑地问道 怎么 认输了 周围毫无一人 这是在和谁说话 只见破尘见声一阵颤抖 一道憋屈的声音自威尔心底响起 哼 还不是你那信仰之力耍无赖 威尔哈哈大笑 你早认输 我也不会这么限制你了 哼 心底传来一阵哼声 哈哈 破尘有自己的意识 威尔此前在莱恩议会藏经堂中便有所了解 但却没有想到可以交流 这还得从六年前说起 当时大秦三年 国民因风调雨顺 与各地建立威尔的雕像 跪拜之人日益增多 在大秦四年初的时候 竟然令威尔灵魂外围产生了一层怨力薄膜 身处空间戒指中的破尘 竟然无视空间之隔 突兀地出现在威尔面前 见尖直刺眉心的同时 一道男童声也自威尔心底响起 不可能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形成如此精纯的怨力护照 然而仅能影响他人心智的破尘磨念 即使奋力预示起了健身 但其速度对于威尔来说实在太过慢腾腾了 轻而易举地被威尔制服 并握在手中 也是那时 被威尔知晓了 怨力护照对破尘磨念的克制 知道了破尘能与自己对话 但可惜六年过去了 破尘再没有与威尔说过什么 只每一次出场见明一声 以表达他的不屈之意 经过测试 怨力护照威尔能自主打开关闭 打开时 破尘就一副烟了的样子 而关闭时 破尘就一阵兴奋 几次关闭打开后 威尔在魔缘仔细查验后 也知道了 破尘是怎么影响自己的 他是以一种灵魂力量来影响自己 对自己施加无数负面念头 以催动自己去愤怒 去杀戮 以满足破尘吞噬灵魂的欲望 也难怪自己难以防御 而怨力护照的存在 完美隔离了破尘魔念的念头 自己每当打开一丝怨力护照 破尘魔念 就能承虚而入 影响到自己 但因为 这些念头实在太弱太少 每一次都难逃被自己察觉 甚至威尔发觉 少量的念头 根本影响不了自己 相反还能壮大自己的灵魂后 便时不时地打开怨力护照 主动承受破尘魔念的干扰 几年下来 经过缓慢的锻炼 即使不开怨力护照 破尘一时半会间 也影响不到自己 而破尘持续多年被威尔戏耍 自知不出意外 自己将再无影响威尔的可能 但没有灵魂来源的她 总有一天会灭亡 毕竟自威尔将她取出之时 已经近千年没有被人使用过了 魔念早已奄奄一息 不甘心之下 破尘魔念坚持了几年 直到今日才开始妥协 还挺傲娇的 你可知道 你害死了多少人 听到破尘死不承认的声音 威尔埋太道 这也怪我 谁让他们贪婪 非要尝试掌控我 七阶魔兵 岂是你们这些低阶魔法师可以控制的 没有当场吞噬吊塑主 已经是很好的性情了 而我 只是引导他们为我提供新鲜灵魂而已 要怪只怪他们 魔力提升得太慢 跟不上我吸收灵魂的速度 破尘魔念轻蔑地说道 威尔无语 还能这么狡辩 不过他说到七阶魔兵 莫非他是七阶魔兵 要知道 魔法兵器的划分 与魔法师等阶是一致的 术士才三阶 七阶是什么概念 威尔震惊 连忙问道 你是七阶魔兵 那你的威能怎么这么低 哼 万年前与人交战 威能耗尽了而已 否则岂是你们这些蝼蚁能够靠近的 四阶以下 遇到状态完好的我 瞬间就能被我辐射的能量给形神俱灭 变成养分被我吸收 乃象如今 还需要我来引导 可惜这篇秘境 魔力最高的也只是术士 原来如此 威尔恍然 随即又反应了过来 诧异的问道 秘境 什么秘境 第100章 秘境 威尔诧异 秘境 什么意思啊 破陈道 就是你所在的整个大陆 只是玉兰星球上 梅斯魔法议会的一处私有秘境 秘境威尔当然知道 典籍中常有记载 在大陆上也有 是附属大陆空间节点上的小空间 各种各样 但空间都不大 但此刻从破陈口中得知 自己身处的大陆 竟然只是一个秘境 这叫威尔如何置信 立刻惊呼道 这怎么可能 大陆可是这么大啊 房内的丹妮被威尔的动静惊道 立马收拢心神 终止冥想 准备出去看看情况 井底之蛙 你也不想想 你这大陆 只有千余年的历史 之前的历史呢 你们常听闻的梅斯议会在哪呢 威尔 你怎么了 对啊 梅斯议会 竟然没有在大陆上 想起血弟子十年来 便寻梅斯议会无果 威尔有些相信破陈的话了 看到威尔难以置信地站在原地 丹妮不放心地上前 挽住威尔右手 关切地问道 破陈只能在威尔心底出生 不明白状况的丹妮 焦急地看着威尔 给了一个丹妮没事的眼神 威尔心神继续向破陈问道 这大陆 竟然只是梅斯议会的私有秘境 那为什么梅斯议会之人 近三百年未出现了 破陈无奈道 我怎么知道梅斯议会怎么了 兴许他们 发生了什么变故 又或者 看着大陆这么贫瘠 懒得过来看吧 威尔不解 贫瘠 似明白 威尔在想什么 破陈直接回道 还不贫瘠吗 连上品魔晶都这么少见 连供养一位圣域境界魔法师也做不到 原来大陆没有圣域境界的存在 是因为大陆太贫瘠 魔法资源太稀少 自感悟风力 以及突破数世中期之后 威尔消沉了不少 因为在这大陆上 根本没有自己的对手了 虽然萨温议会 还有一位数世中期 但经过莱恩议会一议 威尔对数世中 其实再看不上眼了 连出手也不想 就怕自己一旦出手 萨温议会覆灭之后 没有了乐趣 因此 萨温议会和艾格瓦利议会 才能平稳至今 如今的文外界还有广阔的天地 威尔内心深处 四燃起熊熊烈火 犹如置身火山之中 激动不已 好动好战的本能再次复苏 浑身魔源急速流转 停滞在数世后期瓶颈前的魔法修为 七年来第一次开始增长 崩的一声轻响 自身体身处传来 威尔意识到 数世后期的瓶颈已经破裂 自己随时可以踏入数世后期了 但此时并不合适 自己还有好多事要问破尘 轻拍了下丹妮碗的紧紧的双手 看着仍然不安的丹妮 威尔轻声道 没事 不用担心 心神再次向破尘摸念问道 那你知道怎么离开这个秘境吗 是的 威尔想出去 不知道这是秘境时 还没有什么感觉 但得知整个大陆是一个秘境之后 威尔犹如身处囚牢之中 浑身不自在 迫切想要出去 世界那么大 不出去浪一浪 岂非可惜 破尘说道 当然知道 不过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威尔顿时被噎住 剩下的问题也随之 被卡在喉咙之中 难受至极 眼珠子一转 威尔开口道 哼 不要整这些虚的 不是要吸收灵魂吗 我想 修为高的魔法师灵魂 对你的恢复更加有效吧 只要带我出去 什么高阶灵魂你碰不到 留在大陆之中 只有低阶魔法师 有什么好吞噬的 况且不要忘了 你现在还是我控制 不告诉我出去的方法 我就将你封印在地底 保证万年出不来 半讲理半威胁之下 破尘直接认怂道 别 别封印 我告诉你就是了 小样 还敢和我耍心眼 威尔快速问道 快说 怎么出去 破尘道 就在暗黑森林之中 有一座传送阵 可以直接离开这片大陆 前往玉兰星球 黑暗森林 威尔差的忘了它的存在 它位于此前 莱恩帝国和琼斯帝国的南部 也就是现在 大秦帝国的南部 只是近三百年来 无一丝动静 全然没有之前 每隔几十年 就一次的魔兽暴动 以至大陆之人都忘记了 它给大陆带来的灾难 心中历史对黑暗森林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何况还能顺便寻找传送阵 不过近千年过去了 那个传送阵 不知道还能不能使用 正思考着 近日是否有空去探究的威尔 文言一惊 说道 难道还会破损不成 破尘无语 废话 除非传送阵隐藏得很隐秘 且有魔法阵守护 不受风吹日晒 否则千年过去 当然会破损 威尔顿时一领 内心祈祷 可千万还能发动 不过 即便真的破损了 也要想办法出去创一创 不然自己必定后悔终身 于是开口问道 如果传送阵破损了 那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出去 破尘默念回想了一下 说道 一般传送阵是 建在空间节点附近的 空间节点就是空间最薄弱之处 只要攻击强度足够 能够撕裂开空间 那就有希望出去 不过其中过程 九死一生 稍易失误 可能就会被卷入空间裂缝之中 以你现在的魔法修为 一旦陷入空间裂缝之中 必死无疑 一旁丹妮看着威尔 神情一会激动 一会黯然 一会坚定 很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看威尔的样子 像是在与谁对话着 丹妮也只有乖乖立于一旁 不敢打扰 威尔没有注意丹妮的举动 继续问道 玉兰星球是怎样的 有圣欲境界的魔法师吗 破尘默念呵呵一笑 说道 圣欲算什么 连半神都有几位 威尔一惊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半神两个字 于是开口问道 半神 是圣欲之后的境界吗 破尘默念道 算是也不是 半神只是圣欲圆满 与下位神之间的过渡期 严格来说 不算一个境界 但这个过渡时间太久了 久到比一个凡人修炼制圣欲圆满还要久 久而久之便与圣欲圆满区分来了 形成了一个境界的称呼 原来如此 威尔恍然 随即又好奇地问道 那下位神 是圣欲之后的境界吗 是不是还有上位神 破尘默念不置可否地说道 不错 不过神具体的划分是下位神 中位神 和上位神 第101章 丹妮的担忧 威尔恍然 原来术士之后 还有这么多境界 隐摩师 法师 术士 圣欲 下位神 中位神 上位神 正好七阶 突然想想起 之前破尘说自己是七阶魔兵 那岂不是上位神才能正常使用的兵器 虽然不知道上位神有何等威能 但至少到术士中期前 自己每晋升一小阶便增强了十倍左右的魔力攻击力 如果神也和低阶魔法师一样划分的话 那上位神至现在自己的术士中期 算上半神一阶 可是有十六个小境界等待自己突破呀 十的十六次方倍现在的自己 这得有多强大啊 威尔连想象也想不到 也难怪圣欲之下的魔法师 在使用破尘之时会被反噬致死 这就好比普通凡人 挥舞一栋摩天大楼 不死才怪了 即使破尘受损 威能大减 将破尘收回空间戒指中 威尔由未平静 愣愣地牵着丹妮返回房间 等坐下后才平复好心情 抬头看到丹妮紧张地看着自己 威尔歉意一笑 开口道 我没有什么 只是突然得知了一个震撼的消息 有些感慨而已 丹妮松了口气 紧接着美目好奇地看着威尔 问道 什么消息啊 你能相信 这大陆是一个秘境吗 威尔回答道 秘境 是和马那家族要员秘境一样的秘境吗 这怎么可能 丹妮摇头 怀疑威尔说笑呢 马那家族的秘境 在大陆 尚算得上顶尖秘境了 足有十几里宽敞 可要说大陆是秘境 打死自己都不信 哎 你也不相信吧 可事实就是这样 威尔无奈 不要说土生土长的丹妮 即使身为穿越者的自己 得知所身处的世界 仅是一个厚 花园般的秘境 一开始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随即将破尘与自己之间的对话 除了传送阵可能破损之外 完完全全地告诉了丹妮 丹妮听着听着 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片刻之后才缓过神来 随即想到了什么事的 突然郁郁寡欢 一言不语 威尔有些奇怪 搂住了妻子的肩膀 问道 怎么了 是哪不舒服吗 丹妮仰起头不舍地看着威尔 叹了一口气道 既然你得知这个 消息 以你的性格 肯定会出去看看呢 威尔呆愣住了 明白了丹妮的意思 这是舍不得与自己分离 毕竟外界到底如何 威尔也摸不着头绪 破尘虽然知道 传颂阵的另一头 在梅斯魔法议会 可是梅斯议会 到底如何 连破尘也不能肯定 即使没有毁灭 威尔也不知道 梅斯议会是什么态度 对自己是否和善 有半神圣域们的存在 势必不能像大陆这边一样 肆无忌惮 行事必须小心翼翼 更何况 还不知道传颂阵是否完好 稍有差错 自己性命也难以保障 更不用说带着丹妮 反而不如自己先去打前站 确认下情况后 再考虑是否接丹妮等人出去 虽然丹妮不知道传颂阵之事 可也不笨 自己这一去 必定生死难捕 担忧不舍自然难免 看着丹妮 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威尔明白 她是不希望自己出去 啊 威尔叹息了一声 安慰道 放心 我不去 自己不能这么自私 丹妮还需要自己 丹妮闻言 双眼眯成两道弯月 转身搂住了威尔 轻声说道 你真好 夜幕降临 威尔将传颂阵之事放置一边 与帝国高层们 坐在朝堂之中 等待着前线的战报 整整端坐 冥想了几个钟头 报信法师才出现在朝堂外 捷报 我居于今日午时 攻破了艾格瓦利魔法议会 布鲁特太上长老更是在阵前斩杀敌方两位术士 威尔等人哈哈大笑 对于结果 众人虽然都有所意料 但真正得知取得了胜利 还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简单封赏之后 威尔宣布退堂 不过留下了胡安 奥耶达 和摩镇院院长两人 虽然答应过丹妮布离开大陆 但威尔心头还是有些念念不忘 思绪一番 还是决定先了解了解传送阵和空间节点的相关信息 已被不时之虚 虽然除了刚得知的黑暗森林的那座外 大陆上并无其他传送阵的存在 但古籍上还是有所残篇记载的 树叶有专攻 这方面威尔印象中 两人应该是帝国中最为了解的 于是留下他们两位询问一番 议事堂中 待威尔坐定后 胡安 奥耶达便行李问道 帝君 留我们俩在此 是有什么事情交代吗 威尔看了两人一眼 点点头道 我想了解一下传说阵和空间节点的事 所有找你们两位来问问 胡安和摩镇院院长李扎 卡亚拉普文言诧异 两人对事一眼后 还是胡安开口问道 不知道帝君想知道哪方面 因为您这么一问 我们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一旁李扎也点了点头 威尔一愣 随极了然 自己问的确实太笼统了些 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具体该了解哪方面 想了下后 还是开口道 将你们知道的 都简单说一下 我也不知道该问哪方面 胡安和李扎文言有些为难 实在不知道该从哪说起 片刻 还是李扎年岁大 先反应了过来 明白威尔应该是想大概了解一下 于是试着开口问道 帝君应该是想了解下船送阵 运行的大概原理吧 威尔眼睛一亮 开口道 对 大致原理就行 不用告诉我具体怎么回事 两人松了口气 这就好说了 不然得从魔法阵的基础原理 开始讲 那说来话可就长了 两人轮流说一年 都不见得说得完 胡安示意李扎先开口 李扎也不推迟 在脑中思索了一番 开口道 说到传送阵 就得说说空间 空间我们都知道 就身处在我们周围 虽然难以触碰 但确实存在着 空间也有一定的强度 也能被破开 但以我们而言 一般情况是做不到 除非找到空间强度最薄弱处 古籍称之为空间节点 最弱的空间节点 甚至以凡人之力 都能破开 先被魔法师们发现 再进入空间节点后 第102章 我姓罗杰斯 转眼两年过去 威尔36岁了 自当日得知 大陆是楚密境后 威尔第二天就将事物移交出去 前行突破法师后期 不同于此前的突破时间 并不长久 这次即使没有瓶颈的存在 威尔也整整冥想了两年 才得以真正的突破 巩固了数十后期 这也正常 毕竟现在的境界 每境界一级 便是十倍魔云的增长 所需要的时间 自然水涨船高 这两年来 埃格瓦利帝国国土 已经被纳入了大秦魔国中 威尔将之划分为四个州 不过这次威尔 没有指定 谁接掌州长之位 全游魔国高层议员们 自己商议决定 因为大秦魔国 已经趋于稳定 威尔也无需事事关心 劳心劳力了 选出的几位议员 完全可以在没有威尔的情况下 使整个国家政务运转通畅 约翰在上个月 也成功担任萨温议会会长之位 不似泰伦 沃特当初 如傀儡般的会长 约翰是 真正掌权的会长 在血滴子的帮助下 暗杀制服了所有的反对者 此时的萨温议会 除了歇许兴 向两位太上长老的顽古法师外 约翰可以说是完全掌控了萨温魔法议会 其实 威尔十天前就可以出关了 之所以还在闭关 是因为在细细感悟突破后的境界 这样才能得心应手的控制突破之后猛涨的魔源 本来还想继续感悟 却没想到 收到了约翰的一封信 信中严明事态紧急 希望自己能去萨温议堂 助其斩杀萨温议会的术士中期 这时威尔才得知 约翰几乎完全掌控住了萨温魔法议会 只需杀掉这位顽固不化的术士 那大秦就可以无损收纳整个萨温帝国了 对于如此要求 威尔自然乐意满足 当即就出关 向众议员和丹妮交代一声后 直接往萨温魔法议会飞去 萨温魔法议会 有两位术士 术士中期的塞尔骄 萨温和术士前期的特德 迪奇 而特德正是约翰的师父 而术士中期的存在 这时还真得威尔出手 布鲁特等人单对单环 真不是对手 但全部聚集 又有些大费周章了 正巧自己无事 那便走一趟 就当松松筋骨 不过约翰竟然能在两位术士的眼皮子底下 打下这么一片江山 那可真不容易 威尔想着 等接收萨温魔法议会之后 一定要好好奖励一下他 萨温魔法议会中 约翰看着一众心腹 开口问道 萨温家族 狄奇家族 控制得怎么样 一位地中海法师 后期上前回答道 祈禀会长 已经控制住两家族长和大长老了 其余人皆愿意同您起事 毕竟 他们也看不惯萨温如今的腐朽 约翰点头 继续问道 其他中小家族怎么样 一位白发法师 后期上前行礼道 中小家族 已经按您的吩咐 前往萨温帝国各处 接收所有帝国世俗事物了 约翰又问 两位太上长老呢 现在有什么动静 中法师被问道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 还是地中海法师后期开口说道 会长 太上 长老他们魔缘太强 我们不敢靠得太近 到底有什么动静也不太清楚 不过他们的心腹 都很安稳地待在各自岗位上 并未有什么异动 因此 两位太上长老 应该还不知道我们的举动 约翰文言脸色一沉 但这也没有办法 术士的能力 不是他们能够随意探查的 为今之计 只希望威尔能尽快赶来 不然消息封锁不了多久 原本他也没想这么早发动的 只是自己的一位下属 两日前无意间说漏了嘴 引起术士中期塞尔焦的一位后裔法师 杰恩斯 萨温的注意 紧急之下 发现即时的约翰只能将其灭口 但杰恩斯是塞尔焦最亲近的后裔 每个月都要接见一次 此时被自己所杀 时间一长 定会被塞尔焦察觉到异样 而且 明日就是塞尔焦接见杰恩斯的日子了 自己也不敢使用扮演 毕竟塞尔焦的言行举止 自己并不了解 而且 威尔当初莱恩议会一役 早已经令罗杰斯家族的密法 扮演明镇大陆了 因此 萨温议会也研究出了防备之法 自己此时在扮演 只会暴露得更快 无奈之下 只有写信给威尔 请求威尔尽快前来 助自己一臂之力 只要威尔到来 一切便隐刃而解 算算时间 现在威尔应该收到信件了 只是贸然启示 自己的准备有所不足 一众法师心腹有些人心惶惶 果然 一位心腹法师开口问道 会长 现在两位太上长老还健在 且您现在并未说服您师父 启示是否太紧急了些 我们完全可以再等几年 等您进阶术士之后 那时再启示 把握不是更大吗 约翰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我们已经杀了杰恩斯 虽然我们可以守口如瓶 但术士有什么能力 其实我们可以猜测的 万一被太上长老塞尔娇查出来 那我们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这位心腹脸色难看的摇了摇头 于是退后一步 不再言语 约翰看到众人一副没底的样子 心想是时候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份了 不然不用塞尔娇出手 自己等人就内部瓦解了 于是开口安慰道 放心 我已经联系威尔 罗杰斯了 他已经在前来萨温的路上了 果然 此言一出 众人立即瞪大了眼睛 刚才询问的这位心腹法师 立马张口问道 难道是大秦摩国的摩帝 威尔 罗杰斯 会长 您怎么肯定他会前来 似反应过来 自己愉悦了 这位心腹立即跪下请罪道 对 对不起 我不是质问您 我只是好奇 威尔的行事作风传扬了出去 被外人误以为其无所不用其极 加之他的身份地位 因此才被冠以摩帝称呼 正因为威尔的高高在上 众人不认为 其会无缘无故地帮助约翰 所有吃惊之鱼 仍有些不相信 约翰挥了挥手 是其无罪 看着众人 仍然一副不敢置信的神色 叹息了一声 接触了使用已经二十多年的秘法扮演 在众人的眼中 约翰的发色铜色逐渐变深 直至完全乌黑 只见约翰缓缓起身 随后挺直身躯 骄傲又感慨地开口道 很简单 因为我姓罗杰斯 第103章 生死时刻 众法师心腹倒吸一口凉气 会长竟然也是罗杰斯家族之人 要不是会长只改变了发色和铜色 五官没有变化 众法师甚至以为 这不是真正的约翰 但是看着其言行 和展露无疑的气息 无疑不证明他就是约翰 就是会长 只能感慨罗杰斯家族算计的太深 太远了 突然 众法师一致发现一个问题 约翰可是超品亲和力啊 那岂不是说 罗杰斯家族 有三位超品亲和力的存在了 再加上一位更加变态的威尔 罗杰斯 众法师心里只感慨 罗杰斯家族 这是走了什么运 顿时众法师欣喜不已 再无一丝惶恐 这大陆上再没有比投靠罗杰斯家族更有安全感的了 至于萨温议会之后 还叫不叫萨温 众法师根本不在意 他们本就不是被萨温议会重视的法师 之所以有如今的地位 全是约翰的提拔 只要约翰愿意 不管议会以后 姓萨温 还是姓罗杰斯 他们都会紧跟约翰的脚步 看着众法师心腹心喜的样子 约翰内心疯了一口气 稍许 略带歉意地说道 希望你们不要怪我隐瞒 我来萨温议会的初衷 也只是为罗杰斯家族留条后路 毕竟当初的罗杰斯家族还很弱小 众法师立即跪下 一口同声地说道 会长 没有您 就没有我们的今日 不管您信什么 您都是我们的会长 约翰激动起身 将众人一一扶起 感慨地说道 谢谢诸位兄弟 随即众人稳定了激动的情绪 继续商谈启事的过程 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损失 渐渐地 月亮稀坠 太阳东升 时间到了第二天 闭目冥想的塞尔胶突然睁开双眼 魔猿赶至外头 发觉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顿时觉得有些奇怪 于是便开口 向门外护卫问道 杰恩斯今天怎么还没来 你过去问问 是 太上长老 一个钟头后 护卫大汉淋漓地跑了进来 喘着粗气地开口道 太太上长老 属下将杰恩斯少爷所有常去的地方 都找了个遍 没有发现杰恩斯少爷的身影 塞尔胶文言脸色一沉 杰恩斯绝不会忘记 接见自己的日子 再想起近两年无故失踪的 萨温高层法师们 立即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一颗中品光细磨精 探入魔源 仔细感知着杰恩斯的所在方位 这正是萨温议会 为防备罗杰斯家族秘法扮演 而创造出的秘法关联 只需采集一丝需要关注之人的气息 通过种种秘术 存储在中品光细磨精中 施法之人就可以凭此磨精感应 被关注之人的所在方位 生命气息等 突然 塞尔胶脸色一变 磨精竟然感知不到杰恩斯的生命气息 顿时明白杰恩斯已经身亡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之感自心底萌生 以数世境界的魔法修为 都感觉到了眼前一黑 杰恩斯虽然名为自己的几代子孙 其实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自己当初无意间留下的种 我儿 我一定要为你报仇 不管你是谁 塞尔胶咬牙切齿 心中生疼起无边恨火 张嘴咬破了自己的食指 带手指射出一道血线后 马上运转魔源 控制血液 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魔法阵图 稍许 魔法阵图 又恢复成一条血线 咻的一声 血线快速飞出了房间 塞尔胶立即振作精神 魔源大放 紧追血线而去 这是塞尔胶 在密法关联上 延伸而创的另一门 密法追凶 是当初以防万一 为怕杰恩斯在外 惹到了什么被杀害 自己好报仇 才创造而出的 只是没想到 真的会有用到的一天 嗯 凶手竟然还在萨温议会内 好大的胆子 塞尔胶更加愤恨 甚至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自己的兵器 一根火系三接法杖 嗯 怎么往议会中心飞去 难道是哪位议会之人杀害的 聂处 竟然敢是主 对于塞 而胶而言 除了狄奇家族外 其余家族皆是塞尔胶奴仆 甚至是畜生 本该为萨温家族认劳认怨的 此时竟然敢是主杀害为儿子 塞尔胶突然不想抓住凶手后杀了他 而是要将其千刀万剐 制成人质 否则难以解恨 变化回萨温议会时外貌的约翰 正与一众心腹法师 在自己房中闭目冥想等待着消息 突然被一道刺耳的破空声惊醒 睁开双眼后 还未察觉发生了什么事 就见房门被粗暴的破开 嗯 你们在做什么 追随血线而来的塞尔胶 被眼前的众多法师齐聚的现象一惊 下意识地问道 看到来人是塞尔胶后 约翰心中历时就是一戈登 正欲随口编的理由 却见一丝血线急速向自己掠来 猝不及防之下 被他粘在了自己衣袖上 本能的就是一甩 但血线却如肤骨之躯 竟然甩不掉 约翰心中再沉 暗道不好 果然 只见塞尔胶瞪大了双眼 双目喷火般怒视着自己 并愤恨道 还真是你 约翰 你为什么要杀捷恩斯 虽然刚才看到血线往这边飞行 心中便明白 凶手必定和约翰有所关联 甚至就是约翰 但塞尔胶并不希望是约翰 因为约翰毕竟是萨温议会会长 且在萨温议会之中声望颇高 即使自己贵为太上长老 也不敢贸然将其诛杀 否则必将引起萨温巨变 但我没想到 凶手竟然真是约翰 顿时进退两难 一边是自己亲生儿子 一边是祖传的基业 魔法议会 于是只能愤恨地质问道 约翰听着塞尔胶极其不甘的质问声 心中叹了口气 是到如今 也没有什么好退让的 于是大声针锋相对道 为什么杀他 凭他对议会女弟子的所作所为 为什么杀他 还需要理由吗 即使杀他一万次 也不足以平息家族女弟子的在天之灵 塞尔胶原本准备暂且放约翰一马 日后再算账的心思 顿时被约翰大意凛然地一枪话喷掉 心中怒火冲天 起了大不了将议会推翻了重建心思 于是不再压制火系术士喷涌的怒意 不管不顾就是一记三阶魔法 星火燎原 直射约翰 并怒吼道 你既然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看着席面来的一点火星 约翰知道自己躲不了 也挡不住 他虽然只有萤火虫般大小 可却是萨温议会的绝学魔法 是火盆大小的火球凝炼而成 可想而知 其威力之强 温度之高 我要死了吗 好累啊 正当这时 一阵怒吼 突然自在场所有魔法师心中响起 你敢 第104章 不堪一击 都说人死前会回顾自己的一生 约翰在三阶魔法星火燎原的到来之前 眼前也浮现出 而是在罗杰斯家族的暮暮场景 与儿时玩伴们的互相追逐 祖老们的和蔼可亲 族亲们的相互尊重 多美好的场景啊 原以为世间所有的家族都是如此 可被家族安排到萨温魔法议会后才发现 一个以光系 火系为主的 理应光明与热爱的魔法议会 背地里竟是如此黑暗 令自己三观尽悔 欺男霸女 肯是人肉 胡作非为 颠倒黑白等种种黑暗 竟然在萨温帝国随处可见 而且是至上而下的恶行 约翰原先只想逃避 直至一个小女孩 因为一个肉包子 竟在自己眼前被恶狗生生咬死分尸 残酷的一幕 深深地印在了约翰的脑海中 一生不散 于是 约翰悟了 自己不应该逃避 自己不应该无事 自己应该拯救他们 自己应该站出来 这是上天赐予自己这身资质的原因 这是冥冥之中让我来这的原因 我约翰 罗杰斯是光系超品 亲和力 我所在处 就不允许黑暗的存在 然后画面变成了自己刻苦冥想修炼 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暗中诛杀一切恶行者 包括凡人 包括魔法师 魔法修为一步一步提升 议会地位也一步一步提高 终于法师圆满了 终于议会会长了 可是还不够 上面 还有两位太上长老 其中 还有一位最大的黑暗恶魔塞尔骄 萨温 可恨 自己实力还不够啊 不过还好 自己还有后盾 还有靠山 罗杰斯家族 威尔 罗杰斯 可惜后盾靠山好像赶不到了呢 我已经感觉到火星的温度了 好烫 哎 我也好累 好困 你敢 突然被医生怒吼惊醒 约翰发觉自己还站在原地 火星距离自己只有一米的距离 极高的温度下 约翰甚至闻到了自己头发烧焦的怪味 咦 火星怎么不动啊 啊 刚才不是威尔的声音吗 反应归来的约翰 历史抬头 望向塞尔娇身后 只见一道身影 立于塞尔娇身后 不足三米远 正是威尔 罗杰斯 罗杰斯家族的骄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生死间走过一回的约翰 有如疯了般狂笑而起 但是 在场没有人笑话他 紧略微一愣后 所有法师心腹紧随其后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不是笑死里逃生 而是笑萨温帝国解放有望 笑萨温子民 重返光明有望 塞尔娇却惊愣在原地 察觉星火静止不动时 一股寒气突兀的自天灵概冒出 全身魔猿都似被冰封住般 难以运转 自己是火系术士 寒一这玩意 有多久没感觉到啊 一百年 还是两百年 艰难地转过头 一个熟悉 但却从未见过的面貌 出现在自己眼前 我好像有他的画像 是了 约翰所喊的就是他 威尔 罗杰斯 瞳孔瞬间缩小 塞尔娇如炸毛的野猫 全身贯注地戒备着威尔 稍许 将双眼眯成一条缝 小心翼翼地说道 威尔 罗杰斯 你来我萨温魔法议会做什么 威尔看到约翰并未大样 心中暗道 还好突破至数十后期 自己速度更快了一倍 否则还真赶不上 念头一动 将星火燎原 生生掐灭 对约翰眼神示意 这里有我后 威尔将目光放在了塞尔娇身上 语气轻蔑地开口道 塞尔娇 萨温 久仰大名 塞尔娇闻眼眉头一挑 威尔轻蔑的语气 无不速说着 来者不善 但人的影 树的明 十二年前以数世初期的境界 威尔就能斩杀与自己同街的马斯科和罗伯特 那此时呢 塞尔娇敢知道威尔外放的威压 竟然比自己强了几倍 心头暗道不好 这小子的魔力修为比自己还要高一筹 难道是数世后期了 意识到这点的塞尔娇后背渗出了无数冷汗 两百年来自第一次产生了逃跑的念头 不可力敌 四看穿了塞尔娇的心思 威尔不慌不忙地说道 初次见面 不能没有见面理 这样吧 只要你自断双臂 我就饶你一命 塞尔娇闻眼灯时瞪大了双眼 难以相信自己会被人威胁 而且是用这么闲聊式的口气威胁 这是毫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身为性情暴躁的火系术士 塞尔娇再不能忍耐 怒吼一声 摩元护照开启的同时 一记星火燎原朝着领自己愤怒的面孔而去 其人太甚 受如此之辱 拼死也要刮下你一层肉 在长法时都是你的人吗 面对塞尔娇伶俐的攻势 威尔毫不在意 连摩元护照也没有打开 甚至还有闲心传音约翰 约翰一愣 心想 威尔是不是太自大了 正欲回话 却见塞尔娇左臂 竟无故自肩头分离 摩元护照也紧随其后碎裂而开 带断臂掉至半空 其肩头才喷出一道血线 啊 直到此时 塞尔娇才发觉自己的状况 痛呼一声后 连忙运转摩元阻止血液的流出 眼神再无一丝拼搏之意 只有满满的惊恐 再不敢稍有停留 摩元疯狂运转 周身瞬间燃起火焰 整个人化作一条火蛇冲天而逃 连一丝狠话也不敢放言 眼前这幕令约翰不敢相信 威尔是什么时候动的手 这是什么攻击 竟然连数世中期的摩元护照 也来不及反应 连忙将视线转移到威尔身上 向魔法之心炙热的约翰 很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然而眼前的一幕 差点令自己魔法三观尽碎 竟然是锋刃 一剂小小的锋刃 一个一间魔法 就解决了一位数世中期 这部魔法恐怖如斯 约翰 你收拾残局 震惊中的约翰 被威尔的传音惊醒 正欲回答 却发现 威尔人已不在房内了 什么时候走的 好快 看着攻破塞尔胶防御后 回转而来的锋刃 威尔心头有些萧瑟 毫无挑战性 堂堂一位数世中期魔法师 我还没出力 你就倒下了 这仅仅是自己的普通锋刃 也太不经打了 原本还以为能活动活动筋骨 可是 这还怎么活动 于是 压制心底近两年的玉兰星球仪式 再次冒头 不是好奇 只是想为自己这一身本事 找个用武之地 第105章 梅斯的消息 唏嘘完毕 魔猿也锁定住了塞尔胶 威尔正准备结果他 却发现 萨温另一位数世 特德 狄奇 被塞尔胶的动静吸引了过来 威尔 罗杰斯 我萨温魔法议会 哪里有得罪你的地方吗? 你为什么追杀塞尔胶? 原本冥想着好好的特德 突然被一阵破空声惊醒 出来时便发现 塞尔骄慌张的飞行 在发觉 其身后跟随着的 竟然是威尔 罗杰斯 搞不清状况的特德 立刻大吼道 威尔也不言语 只魔猿传言约翰 毕竟特德是约翰的师父 贸然打杀 不知道合不合适 约翰 你师父特德出来了 你去说服他 特地用疑问的语气传言道 威尔是想看看 约翰准备怎么做 只见约翰眉头紧皱 内心挣扎了一番 才传言道 杀了他吧 他也不是好东西 威尔了然 不必问为何 特德的名声 自己早有了解 只传言回复道 好 对外你就说我主张杀的 免得你背负适师之名 约翰文言松了口气 毕竟大陆上 对师徒之情太过重视 威尔如此安排是最好的结果 否则饶其一命 特德也必将危害他人 塞尔娇看到特德出现时 却并未停止飞行 甚至连招呼 也不与特德打一声 此时已飞出老远 只能隐约看到一个黑点 特德看到这一幕 顿时呆住 原以为还能和塞尔娇联手 加上萨文议会的阵法 与威尔过过招 甚至逼退威尔 没想到塞尔娇竟然转瞬不见了踪影 反应过来的特德 心中就是一个灯 显然塞尔娇认为 即使加上自己和议会阵法 也不是威尔的对手 于是弃自己不顾逃之夭夭 甚至想让自己拖延威尔一阵 因此连招呼也不与自己打 特德心中立刻惶恐 自己怎么这么多嘴 正决定向威尔告扰时 却突然间天旋地转 一股前所未有的困意袭来 回光返照之际 特德才明白自己头颅已经离体 好快 脑海中只浮现了这两个字 意识便永久地陷入黑暗 解决掉了特德 威尔顺手取下了特德的空间戒指 魔源赶制着塞尔娇的方向 随即人影一阵模糊 以急速追向塞尔娇 想在风系术士面前逃跑 这不是说笑吗 才三四个呼吸的时间 威尔就追至能看到塞尔娇身影的距离了 内心轻蔑一笑 顽心突起的威尔决定猫系老鼠 于是放缓了自己的速度 不紧不慢地跟住塞尔娇 威尔 你用我杀他 不要浪费 正在感受塞尔娇恐慌的威尔 心底突然传来了破沉的声音 眼白立食就是一番 我说好好的 怎么起顽心 原来是被你影响到了 战斗时 不要动用你的魔念影响我 要是再被我发现 我发誓 这辈子都不会使用你 自两年前破沉认服之后 威尔便没有打开过院立护照 期间破沉也算老实 没有过分影响自己 毕竟这对自己的灵魂也是一种磨炼 只是这次竟然又影响了自己 误以为破沉仍心怀不轨的威尔 立时就骂道 破沉无语 回复道 我没有影响你啊 是你自以哪不对劲吧 嗯 不是你 那我为什么突然起玩耍之心 也得窥破沉没有双手 不然肯定双手一摊做无奈状 只见其说道 我怎么知道 兴许是塞尔焦弄的手脚吧 威尔威愣 很有可能自己突发这样状况 对塞尔焦是有利的 于是加大魔源上下探索塞尔焦的举动 这次可是真实的好奇心念头 威尔想弄清楚是什么原因 让自己受到了影响 虽然只是一时恍惚 但在战斗之中 这一时就足以让对方付出代价了 将前方慌乱不已的塞尔焦上下扫尸了一遍后 威尔将注意力集中在塞尔焦的右手上 只见塞尔焦其右手紧握着一个铃铛状的魔法武器 此时逃命中也不停晃动着 显然不是在给自己弄什么BGM 就是你了 威尔精神一震 速度不再压抑 全部释放了出来 仅两个呼吸的时间 便令塞尔焦出现在自己攻击范围内了 一记锋刃 一道龙卷锋 紧接着在罗杰斯右手 轻而易举地将塞尔焦射到了身前 冲耳不闻 塞尔焦被自己锋刃破糖而发出的痛呼声 威尔直接将其空间戒指和手中铃铛拿到了自己手中 紧接着密法夺魂运用而出 乌芒闪烁的双眼队 世上塞尔焦恐惧的双眼 转瞬间 将其记忆全部搜刮 威尔松开了罗杰斯右手的同时 一记风任凭空出现 并将正在往下掉落的塞尔焦腰斩了 你忘记用我了 无视破尘魔念的传音 威尔闭目将无用的记忆自脑海中去除 顺势找到了有关这个铃铛的信息 突然威尔一震 竟然从他记忆中得知了梅斯魔法议会相关的信息 铃铛叫做聆听 是一件封系魔法武器 正是梅斯魔法议会之宝 至于为什么会到塞尔焦手上 这得从160年前说起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一日 当时还是术士前期的塞尔焦正在冥想之中 突然屋舍内出现了一位陌生术士 塞尔焦历时被惊醒 便质问来者 你是谁 来我萨温议会 有何意图 陌生术士是一位年轻男性 俊美修长 文言只是说道 你就是塞尔焦 你不要管我是谁 我命令你 立刻整顿萨温魔法议会 你萨温魔法议会上下如此行径 你难道不清楚吗 任谁无缘无故 被人喷了一顿 都不会舒服 何况是一位陌生人 还用着命令的口气 塞尔焦心头顿时起火 但想到来人无声无息间出现在自己面前 那表明自己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脑筋一转 准备先虚与尾夷 先搞清对方是谁 这年轻男性 没有第一时间打杀自己 足以证明其不是心狠手辣之辈 于是 借着陌生人的话头 塞尔焦叹了口气 说道 我知道萨温义会 现在如此是万分不对的 但是这些人 都与我沾亲戴故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有什么办法吗 嗨 瞧我 竟然让贵客站在此地 我们一起到偏厅饮茶商谈 说着便邀请年轻男性 到一旁贵客厅饮茶 年轻男子四月里浅薄 看到塞尔焦展现出如此姿态 便汉手同意 看着年轻男子 被自己轻易说动 塞尔焦心中恶意凸现 这么蠢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待两人坐定 塞尔焦泡起了茶 片刻 一杯浓香的茶水 便出现在两人面前 塞尔焦先端了起来 说道 这是我萨温义会特有的净心茶 有清心安神的功效 你尝尝 说完便一言而尽 年轻男子看到塞尔焦如此好客 也端起来了茶杯 清敏了一口 冷光 煎菜